第371章 问道 滋滋嘎嘎 幽冥帝君能听到自己庞大身躯内骨隔摩擦的声音 能感觉到 他们在向着四面八方扯动 再非自己可以掌控 身体每个部分各自为阵 再也无法形成整体 什么梦婆法 什么黄泉真水 什么邪神权柄 什么生死无常真元 再也不能如意使用 一生修为静操于人手 这根手骨果然最特殊 是黄泉海骨的掌控书机 难怪被人取走 幽冥帝君覆盖着一层细密白毛的黑色身躯 时而两肋凸起 时而锁骨凹陷 时而黑骨穿透皮肤之初 血黄淋漓 像吞入了一头恐怖的怪物 被他在体内肆掠 他和梦奇本就属于同层次的对手 仅能仗着多年积累 和黄泉海骨占据上风 但此时此刻 肉身完全失控 拿什么来抗衡敌人 高手相争 向来是毫历之差 天时地利人和 都可能是获胜的关键因素 幽冥帝君露出如此大破绽 梦奇又岂会把握不住 虚空呼地晃动 他身体一下消失 然后猛地出现于幽冥帝君身前几尺处 似乎穿透虚空而来 没有半点耽搁 长刀斜脱 左手握着的漆黑手骨 轻轻点向了幽冥帝君眉心 缭绕在幽冥帝君身周 血黄雾气或地消散 让他的面容终于呈现了出来 这是一张苍白没有血色的脸孔 双眼赤红 瞳孔忧虑 鼻子高挺 嘴唇较薄 吞吐着漆黑鹰气 有种妖艺的魅力 但毛孔内长出了细细蜜蜜的黑毛 仿佛山中野兽 与身体各处恰好相反 使得目睹者总是忍不住毛骨悚然 虽是活人 却更像骨尸 扑 漆黑中流转着洁白的手骨 点在了幽冥帝君眉心 他想抬手阻挡 可骨头却反向扭曲 想驱使生死笔 长骨反倒将神兵往外推出 精神则被周围凝固的雪黄长河吞没 只能眼睁睁看着手骨记在自己额前 毫无反抗之力 甚至连同归于尽都办不到 这跟手骨完完全全克制 我的黄泉身躯 而且狂刀 苏孟早就知道 一直知道 此次布置 非是尝试一番 而是目的明确 过程清晰 结果注定 这个瞬间 幽冥帝君忽然有所明误 只要自身对黄泉之骨起了贪心 结局就难以改变 没有法身的情况下 生死无常宗发现不了狂刀的变化 有肃无名的存在 永远不用跟踪 不担心暴露 他们的合力 则让大阵无法关闭 无法摧发 陆大先生的加入 能抵消绝大多数顶尖势力的抵御 面对传承几年的古老宗门 又有阳神真人 与修炼地藏功法的和尚作为后手 不至于面对变化手足无措 只能拼命 漆黑手骨 完全克制黄泉遗孩的发挥 使得自己再无一线希望 不管是同归于尽 还是找机会顿逃 按照他们这种冷酷周密的步骤 恐怕还有高人潜入暗处 以防黄雀在后 对方的势力是如此强大 谋划是如此缜密 推进是如此冷酷 于是乎 自身几万年底运的古老强大宗门 竟然没什么还手之力 就即将惨遭灭门 没有你来我往的战斗 也没有兵临绝境的爆发 仿佛普通宗门惹到了顶尖势力 这就像是中古时期的机关术 一环扣一环 有序而冷漠地运转 慢慢形成大势 大势一成 止于碾压 斯拉 幽冥帝君听到了自己身躯 被扯碎的声音 漆黑的肉体 白色的细毛 血黄的血脂体液 纷纷附着于一根 跟漆黑流转洁白的黄泉海骨 渗透入内 被它们吞食 使它们愈发认责 和莫名神圣 短短瞬间 幽冥帝君化作了一具 巨大又漆黑的海骨 再无血肉 生死比自动护主 却被孟奇叙事待发的 玲宝火刀直接劈中 覆盖上一层太阳真火 稍微退开了少许 抓住这个机会 孟奇双眼变得幽深 气质飘渺淡漠 亘古不变 仿佛神佛先生降临 施展出了自己演化提升后的 变天基地大法 将唯我独尊 阿南破戒刀法 以心印心之能 原心印 阴阳印等融合进去 靠一经经 第二卷提升后的 变天基的大法 属于孟奇自创的 外景巅峰级精神奇功 速逝轮回 而肉体依靠 没有了法相相助 又被原心印 引爆了负面情绪 幽冥帝君 紧紧略有挣扎 便原神失守 心灵大海风起云涌 一块块金色记忆碎片 从海洋中跃出 在孟奇心底闪现 没有去唤起 他的速逝轮回残缺痕迹 孟奇只看今生 怀胎十月 却一遭横死 幽冥帝君出生于关救内 母亲的死尸里 第一声啼哭 便被路过的 生死无常宗长老发现 否则必闷死于关救中 出身特异 天赋异禀 他修炼黄泉真法 和生死无常真元相得一章 一日千里 很快便成为 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宗主的候选人 他没有让生死无常宗失望 在黄泉真身的探索上 更进一步 只要再得到一具 鲜活的法身肉体为媒介 便能化阴为阳 转死为生 凝救真正的黄泉真身 具备众多的传说特征 和接近传说的躯体 执掌部分生死权柄 半人半仙 比如今的苏吴明还厉害 甚至可以比你陆大先生 并且日后进阶传说再无阻碍 可惜 人算不如神算 在黄泉斜身当初有意地 留下供自身使用的罩门下 在那根手骨的影响下 他连发挥自身大宗师实力 发挥一身所学武功 和秘术的机会都没有 有的时候 不得不让人叹息命运 幽冥帝君最后回荡的意念 让孟奇异常熟悉 不甘啊 记忆碎片闪现之中 孟奇找到了想找的东西 这具黄泉骸骨 乃生死无常宗三千多年前 重建宗门的祖师 在九幽黄泉密节得到 一起得到的 还有炼制活死人的秘法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 任何关于真武大帝的痕迹 与此同时 孟奇也知道 生死无常宗 还有一个叫做生死无常天的秘境 藏着完整传承 部分神兵主才等 但就连幽冥帝君 都不知道在哪里 只等后人机缘巧合进入 重建宗门 而重建宗门的祖师 不会留下怎么前往 生死无常宗天的记载 这便是无常 生死无常 若是有缘 总有再来的机会 没有真武大帝痕迹 孟奇连批八刀 每一刀都斩在空处 似乎将那一团虚空生生挖了出来 形成了一个凝固的囚笼 把生死比短暂 困在其中 那接下来 只有两条路 完成真武连环任务 一是进入九幽黄泉密节 寻找里面有无真武大帝残留的线索 二是等待到一印入门 借助黄泉海谷冥冥中的联系 找到黄泉邪神的转世身 唤起他的速逝记忆 直接询问 当初被真武大帝带走的黄泉 短短瞬间 孟奇就想到了之后的计划 第二个办法 不依赖旁人 全看自身 最为恰当 不过道一印不愧是守三印 心得的虚空印 自己都已经入门 道一印还在摸索着皮毛 诸果之音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就在这时 一半半合拢的剑光莲花 呼的消失了 整个古墓界 一条道路从地面升起 盘旋往上 形成了一座山峰 一位宽袍大秀 五官清朗的中年男子 沿着道路 徐徐往上 虚幻飘渺之音不断传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事良知 为善去恶事格物 知行合一 一句句话语 构成了他对自身的认识 对天地的探求 对人与人 对人与天 对人与死亡的思考 他们层层交叠 支出了一条能自洽的路途 通向大道的路途 即使孟七不太认同 也觉得别有几分发人深省 引人思索 清朗男子走到了封顶 摇头仰望依旧遥远的星空 气息渐渐消散 思索与探求残存 不甘致意宛若实质 低声问出了最后 也最终极的问题 大道何物 他双眼闭上 潸然泪下 作话之前 不求生 不畏死 只问大道何物 只汗未闻大道 大道何物 孟七呼得两眼湿润 心灵空透 虽然自己没有先贤的境界 但似乎能略微体会到 他们探求自身探求天地 探求大道的心境和精神了 招文道 方兮死足矣 新圣身影的消散 虚伏消散 古墓界回归正常 他的一退 又重新躺回了青铜骨关 杭广叹了口气 解决得这么快 自己只能旁观了 第372章 归来 古墓界内 所有的坟墓 所有的白骨 所有的弟子 尽数在新圣影响下 与他同济 再无半点踪迹 只于漆黑流转洁白的 庞大黄泉海骨 幽明帝君随身戒子环 被孟奇虚空刀法 困住的生死笔 和依旧战斗中的 北极真龙 先天神尸 真是大规模 毁灭性地图炮武器 孟奇颇有点心痛地想到 此时 陆大先生设起关旧盖子 将躺着新圣一退的 青铜骨关合拢 激发了上面的明文浮雕 并点燃了三盏镇魂青灯 分别置于头部 胸口和脚底位置 防止新圣再次事变 而苏乌鸣身影高渺 似无法触摸 手持长剑 近乎同时攻向 北极真龙与先天神师 驻云鹤真人和少林玄碑等人 尽快结束战斗 孟奇没有掺和 而是看着眼前 给人极度压迫感的黄泉海骨 他通体漆黑 背有骨翼 头生双脚 周身共1296根骨头 皆流转着细微的洁白光芒 像是黑夜里的一丝光芒 死亡中的一线生机 但其中四根骨头 他们分别是左右两根手骨 一根肋骨和植骨 缺失了四根黄泉之骨 最重要的 这根在我这里 另外三根落到了魔师手上 唤起了幽冥帝君记忆碎片的孟奇 心知肚明 鄙视着生死无常宗的高仿品太拙恋 似乎是幽冥帝君自己原本的骨头 取下左手手骨 孟奇平住呼吸 心静沉静 感应集中于附近 小心翼翼将掌中手骨伸了过去 这根手骨刚刚接触到附近海骨 忽然大放光明 血黄厚重 瞬间将周围包裹 而其上传来或灼热毁灭 或阴冷邪忆的感觉 猛地将孟奇弹开 手骨归位 庞大海骨之上 闪现出一道道血黄光芒 流转于每个位置 让孟奇都忍不住头晕目眩 过往的记忆 速逝轮回的印记 仿佛变得模糊 黄泉海骨周身血黄光芒 如同真元和血液般流淌循环 散发出一股无处不在的高妙之感 附近虚空裂开 隐约能见静静奔涌的血黄长河 泪中无数幽灵鬼魂 再沉再浮 双目空洞 永世不得超生 就在这时 外界山峰顶部旁观的 魔狮寒广 脸色微变 手中戒子环 涌出一波波的血黄水光 摇动了地面 染亮了苍天 孟奇心有所感 猛地回头 借助黄泉海骨 与残与骨头之间的联系 看到了寒广 魔狮果然来了 孟奇最初想着有黄雀 仅是防患于未然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但从幽冥帝君记忆里知道 三根黄泉之骨 落到了魔狮手上后 就猜到他多半会静观其变 等待机会 韩广视线与孟奇相接 感受到了黄泉海骨 对自己戒子环中物品的召唤 然后看到了一道 无形无相的剑光突兀冒出 从头顶下刺 看到了陆大先生转头望来 何其果然在暗处 韩广眼睛微微一眯 下垂的右手五指 一根根握起 四周虚空顿时泛起淡淡剥光 让无形剑光变得缓慢 与此同时 戒子环内飞出三根漆黑骨头 投向了古墓剑 若因为它们被黄泉海骨拉住 顿逃不得 那才会损失惨重 戒子环上的血黄光芒随之消失 在和期斩道之前 在陆大先生挥剑之前 韩广性部往后一退 身影直接模糊 大袖飘飘 仿佛踏入了时光长河 消失不见 三根骨头飞入古墓界 投向了黄泉海骨 各归各位 原先的几根骨头 一脱离变化成了残渣 仿佛被海骨吸收掉了 所有生命力 见状 孟奇黑了一声 旁观也得付出代价 吱嘎吱嘎 终于完整的黄泉海骨浑身抖动 关节触弹出了一根根结白里 蕴藏漆黑的骨刺 每根骨刺都延伸入虚空 似乎与重重宇宙相连 紧接着 庞大古老 磅礴高秒 神圣邪义的感觉 以无远伏见的姿态奔涌而出 让近处的孟奇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即使有灵宝火刀的保护 黄泉海骨此时似无处不在 似天地归则 似深入微妙 似不断分裂 似不死难灭 传说的气息扑灭而来 轰隆 九幽之中 血黄色河水 贯穿着每一层每一个蜜茧 静静流淌 亘古不变 沉沦着陷入的所有事物 突然 黄泉之水沸腾了 掀起了几百丈高的巨浪 像是一条疯狂的血黄真龙 那种永世不得超生的阴魂鬼物 仰头望天 发出七粒叫声 震动了沿河各处 无主行将归来 某个宇宙 一座青灰色石头砌成的古老城池 屹立在荒原之上 引来着不少修士的探索 据说这里曾经是阎罗天子的鬼都 执掌着每个生灵死亡之势 后来不知为什么 阎罗天子突然消失 此处渐渐破败 再不见鬼王判官 再不见百万阴兵借到 只留下重重的隐秘 和石油找到的宝物 此时 几位修士落在了鬼都城池大门前 正待进入 忽然感觉大地在剧烈震动 青灰色石墙摇落着一蓬蓬阴灰 城门正对处的庞大槐树 无风自然 像是一根巨型箱竹 而地表列出了无数缝隙 一双双或阴绿或赤红的眼睛 在深处冒出密密麻麻 让人毛骨悚然 他们疯狂大笑 齐声呐喊 陛下行将归位 乌云汇聚 遮蔽了白昼 一座古老而庞大的金字塔 数万年以来 都默默注视着波光灵灵的大河 孕育着两岸肥沃泥土的大河 像是神魔的化身 代替他们统治人士 突然 金字塔瞬间腐朽 石头化泥 整体坍塌 里面的祭司们并未受伤 只是沾满了朽泥 他们面面相去 然后听到了沉闷又刺耳的破裂声 目光望去 看见原本金字塔的底级裂开 露出了另外一座金字塔 黑色深沉 塔尖向下的金字塔 黑气从中飘散弥漫 甲虫密密麻麻爬出 祭司们先是震惊 旋即泛起狂喜 同时跪倒于地 终生呼唤 伟大的不死之主即将苏醒 一处安宁静谜 毫无生机的密节内 立着两位穿黑色全身盔甲的男子 他们散发着神灵的独有气息 一个充满死意 一个像是永不醒来的沉睡 他们看着远处的宫殿 感受到虚空里弥漫的躁动 同时单膝跪下 右手抚胸 仿佛涌叹般道 明王快要苏醒了 黄泉海骨完整之后 气息短暂奔涌 孟弃行如洞江 原神几乎无法思考 等到回过神来 这具庞大的漆黑海骨 已然安宁 流淌着淡淡的血黄光芒 昭示着主人死去已久 孟弃身边多了陆大先生 他常见归翘 专心致志 看着黄泉海骨 若有所思 苏无名协助云鹤真人 擒下了北极真龙 帮玄碑等僧人 封印住了先天神师 何妻刚入股目见 江芷威则从远处过来 他之前离得较远 以观察整体的天地书籍变化 防止幽冥帝君 借助布置顿头 黄泉海骨立于眼前 孟弃此时仅仅看了一眼 就有非常邪义的感觉 全身冰冷 似乎他高高在上 非凡夫俗子可以触摸 一旦触摸 必有或是 与过往单根手骨 和不完整一退 截然不同 孟弃清晰了口气 将视线拔回 射过幽名帝君的戒子环 强行破除了封印 将里面的物品倾斜了出来 堆积的一丈宽衣人高 各色光芒真灰 几乎闪瞎孟弃的眼睛 这些都是不错的宝物 有材料 有丹药 有宝兵 几乎相当于正常顶尖势力 两三成的积累 这让孟弃油然感叹 生死无常 宗底蕴真身后 光宗主随身携带的 就有这么多 唯一可惜的是 没更多的神兵 毕竟大部分神兵 会传承给后辈 而尸体不会 而能随意 留下一口神兵陪葬的人物 绝大部分都属非凡 有缘者方能得知 非盗墓贼可以获得 更为重要的是 生死无常宗 几次灭门之祸 也丢失了一些神兵 不知是被人趁乱带走 还是被心胜一退 当作祭品吞噬了 多谢各位前辈相助 生死无常宗覆灭 邪魔九道除名其一 孟奇团了团手 表示真挚的谢意 然后直截了当道 如今收获胜丰 还请各位先行挑选 虽然是靠着自己的面子 和人情 才能请到这么多 强大帮手 但孟奇可不想 交情一招断掉 有来有往 才是细水长流的正途 这样的分割战利品 都有默契 知道主持者最想要什么 所以会刻意不选 同时 也有挑选的默认顺序 一时之间 目光都投向了陆大先生 陆大先生微微一笑 老夫一见一人足矣 不假外物 但身为化媒山庄庄主 还是得替徒子徒孙 谋些积累 他指着那堆物品 老夫取三成即可 不够不够 前辈怎么也得取五成 孟奇将脑袋 摇得像是波浪鼓 这是主力啊 选的还是最不值钱的部分 陆大先生表情平和 那就四成吧 日后老夫若要拿黄泉海鼓 试剑 你可不能推诿 言外之意 黄泉海鼓是孟奇的 晚辈乐意至极 孟奇笑眯眯道 陆大先生看向 新圣移退所在的青铜关旧 沉吟了一下道 先贤移退不能亵渎 不若则个好地方 将他再次安葬 其余地方恐再遭盗墓 不如就安葬在化媒山庄附近 有庄主看守 新圣当不会被惊扰 而且还能让常乐学宫之人 光明正大前来祭拜 云和真人提议道 他对新圣并不陌生 不仅有末宫带来的中古历史 而且他还花功夫完整了解过 主世界目前的状况 孟奇等人都未反对 因为若自家看守新圣移退 一旦遭遇失变 等于自寻死路 而苏乌明能无处不在 需要联手镇压时 他从喜剑阁到化媒山庄 可比化媒山庄到喜剑阁快得多 商议停荡 陆大先生取了幽明帝君四成宝物 接下来的苏乌明淡淡道 我也要四成 他对尸体不感兴趣 没人有意义 轮到了云和真人 他目光炯炯环视一圈 似乎每个都舍不得 花费了极大力气才到 老道要这句真龙诗骸 这能练着很多好东西 好 不等他再说 孟奇当机立断表示赞同 读死了他的后话 然后看着玄碑道 师父 这句先天神诗 等于伟皇权邪神 有生死之力 常随 能助摩科夫摩泉触类旁通 而且 他满是戾气执念 正需要佛法化解超度 玄碑之小弟子心意 阿弥陀佛了一声道 如此甚好 少林众僧收起被封印的 先天神诗后 和其感激地环顾一圈 因为他知道 陆大先生 苏无明和玄碑等僧人 都谦让了自己 东海剑庄底蕴较前 和其一脉修炼的 又是无形无相剑气 除开前面法身所化的剑服 和护装剑阵外 并无神兵 最接近神兵的 还是剑谷福令 正因为如此 他们一直偏安东海 此时 陆大先生 苏无明和玄碑等人 都未挑选生死笔 明显是留给和其 等和其收起生死笔后 孟奇笑眯眯 看向江芷威 该你了 他们是后手是防备 都有自己的作用 江芷威瞄了他一眼 心有灵犀 将剩下两成物品收起 反正能用的大家随便用 善功也能借来借去 散去其他收获后 孟奇转头 看向了那具庞大的黄泉海骨 漆黑流转着洁白 邪一点缀着神圣 传说大能的一退 这可是能炼制绝世神兵的主菜 收起海骨 一行离开了古墓界 此地真正死寂 第373章 邪魔八道 雕刻满骑行怪状邪神 和邪魔的幽暗大殿内 身体边缘模糊幻灭的天魔 正负责看守此处 在宗主回来之前 弥漫此殿的黑雾呼得分开 像是退潮 让大门清晰显露 而门口站着头扎木簪 宽袍大秀的韩广 他目光深邃 像在思考着天地宇宙的种种奥秘 对外界漠不关心 幻灭天魔略微一正 当即行礼 拜见宗主 不知此行顺利与否 韩广双手附在身后 慢悠悠夺步 视线扫了扫周围 石壁上的浮雕壁画 略带感叹道 吩咐下去 反我灭天门长老弟子 无论天魔 还是人魔 最近十年 必须韬光养晦 尽量不掺和左道之势 就像当初 本座假扮少林空文石一样 宗主 出了大事 幻灭天魔 何等狡诈激警 顿时品出了不对 韩广一步步往前 黑雾凝聚 化作连台 仿佛宝石雕刻而出 他没有回头 壮四随口道 生死无常宗 被灭门了 什么 以幻灭天魔的心灵修为 也忍不住震惊失声 虽然宗主 将生死无常宗 被灭门这几个字 说得平平淡淡 不带半点情绪 但光是这几个字 就让人浮想连篇 似乎看到了心风血雨 看到了激烈战斗 看到了强者陨落 看到了江湖震动 身为邪魔九道之一 顶尖势力之一 生死无常宗 被灭门的震撼和出人意表 甚至远在当初 几位法身陨落之上 法身作画常有 而顶尖势力覆灭不常有 尤其这种传承数万年 底蕴不知多身后的顶尖势力 韩广踏上连台 缓缓转身 盘腿坐下 黄刀以黄泉手骨为二 集齐了陆大 苏无明 何七 云鹤和少林众僧 片开古墓界大阵进法后 一鼓荡之 纵使生死无常宗 有接近地先的真龙诗孩 先天神诗 和体内自演一介的心圣一退 也终究势不如人 且处处踏入对方谋划 几乎是摧枯拉朽被覆灭 狂刀 以黄泉手骨为二 集齐了陆大 苏无明 何七 云鹤和少林众僧 摧枯拉朽 幻灭天魔 仿佛在听故事 有微妙的疏离幻觉感 除开高揽 这几乎集齐了 正道绝大部分实力 用覆灭生死无常宗 完美地展现了肌肉 让自己不寒而栗 若是传扬出去 邪魔左道 肯定人人自危 狂刀真是交友广阔 轻捧遍天下 幻灭天魔 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韩广双手结印于膝上 笑了一声 而且 他已经登上九重天 身怀神兵火刀 与时光类法宝 其事已成 再难遏制 狂刀外景巅峰了 幻灭天魔不是反问 而是感慨 以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战力 即使时光类法宝 也是不弱于任何一位大宗师 加上这件法宝 和恐怖的人情面子 法身也要忌惮几分 可惜本作没能看到 他使用时光类法宝 但从罗教传来的消息 这件法宝很不简单 等嫌法身若是遭遇 未必也讨得了好 韩广有些遗憾地补充了一句 将孟奇的威胁程度 抬得更高 幻灭天魔想了想到 宗主 以狂刀的表现 若在有十年十五年 恐怕又是一位强横法身诞生 即使没有机缘 不具备传说特征 估计也不弱于地先多少 这等隐患 何不扼杀在强宝内 受生死无常宗覆灭的震动 怕灭天魔有朝一日 落得同样下场 幻灭天魔第一次生起不计代价 也要扼杀孟奇的心思 他沉声道 当今天下 有能力克制时光类法宝的不多 宗主您是其中一位 而且实力 境界和智慧都碾压狂刀 您若出手且杀意坚定 他再劫难逃 韩广摇了摇头 暂时不用 本作刚才说过他歧视已成 再难遏制 幻灭天魔疑惑地看着韩广 连半步法身都不是 人情面子请来的高人 又不可能时时跟着他 谈什么再难遏制 韩广微微一笑 本作曾经给你讲过 大能的道标或者棋子 你还记得吗 属下记得 幻灭天魔灵光一闪 狂刀天赋一柄 机缘不断 莫非是大道的棋子 韩广笑容不变 悠闲自得道 正常而言 大能不会 只有一个棋子 或一个道标 将自身绑死在一株树上 那样缺乏承受失败的能力 所以 他们往往会布下很多棋子 是成长情况 给予不同的棋域 甚至漠不关心 苏梦这种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今踏入外景巅峰 距离法身不再遥远 等于受到的关注和重视更多 其实由此而成 本作可不想莫名招惹到 哪位死而不将的大能 那他终究再劫难逃 幻灭天魔 不仅不震惊 反而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韩广眼神浮现虚幻长河 不知望向着何方 到时候 他若能摆脱大能布置 跳出棋盘 做他二哥 也不算有失身份 黑雾开始弥漫 韩广身影渐虚幻 像是踏入了莫名长河 只留下两句话 多语罗教 血衣教联络 正道是大 我们必须抱团 本作见新圣问道 心有所感 今日开始闭关 短则三五年 长则十来年 不正地先不回头 连台转动 韩广的身影 在黑雾里飘渺不定 背对着幻灭天魔 背对着殿阁大门 西域 藏神沙漠某个秘境内 俊秀斯文 仿佛富家公子的 当代欢喜佛 拿着自中原传来的消息 没能在弟子杀谜前 保持住形象 诗声道 生死无常宗被灭门了 狂刀纠集了 正道绝大部分高人 并且晋升了九重天 他周围横七竖八 躺着不少覆盖薄杀的诱人女子 可此时此刻 聚集于此的欢喜庙宗师 绝顶们 竟然无意他顾 被这个消息震动得如现梦境 若论抵运 若论强者 生死无常宗师 远胜过已衰败多年的欢喜庙 他们竟然被狂刀 带着一帮子高人灭门了 当代欢喜佛 看着手中纸条 久久不语 在狂刀击杀不仁搂楼楼主 成为地榜第二后 自己断绝了报仇的心思 除非将对方引到宗门密界 否则自己持神兵 也是难逃死恶 陷阱密界暴露 生死无常宗便是前车之鉴 而欢喜庙比他们弱不少 无需动用那么多高人 呼 他长叹一声 吩咐道 日后狂刀出莫处 我们立刻退避千里 不管当时有多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做 惹不起 只能躲 无尽渊海附近 修罗寺原本所在的位置 大风刮过 尘土飞扬 若大一个寺庙 竟消失无踪 渊海充斥满邪恶死亡的意味 被永不消散的黑雾笼罩 此时 一道长长的叹息从内传出 还好我们早就和四撤入渊海 自达修罗王于苏鸣剑下后 修罗寺便整体退入了无尽渊海 作为邪魔九道之一 没有了法身镇压 要是还固守积业 不像别家那么隐蔽难以找到 那不是等着被正道围剿吗 如今官知 连生死无常宗都被灭门了 若当时迟缓观望 怕是同样的下场 幸亏占据无尽渊海多年 发现了不少秘谛 草原之上 萨满们东躲西藏 苟延残喘 听闻生死无常宗复灭后 他们都有一种脱力感 似乎再怎么挣扎都无用 这便是长生教的将来 一位严肃的男性 萨满呼得正正泪下 凌乱唱着凄凉的歌谣 枉我古纳河 使我苍天无公养 使我长盛山 使我子民没爹娘 满是冤魂恶鬼的殿阁内 新任不仁楼楼主望着执念燕云 低声到了一句 还好谨尊楼归 没有报复 否则今日的生死 无常宗便是不仁楼 不仁楼刺客七届第一条 不为失败者报仇 刺杀之事 有成功便有失败 若是失败就报复 很容易被人抓住尾巴 设置陷阱 引来灭顶之灾 所以 真正的刺客杀手 就是这么无情冷酷 三次失败后立刻放弃 失手被杀绝不报复 南满某地 血海罗刹仰天长啸 身毁当初为了耗天静气息 没有提前动手 将狂刀苏孟这一祸害抹杀 他转过头 冷冷看着万重尊者 召集各处弟子 不在明面上统治部落 统统转入暗处 就像西年初入南满石一样 外景以上 进入神兵内的血海界 而神兵则藏于虚空戒子里 宿女天界中 欢喜菩萨与玄女对坐 苏孟已是飞天之龙 再出手对付她 很危险 欢喜菩萨表情难得郑重 那就等等吧 看她会发生什么事情 玄女背后立着流罗 表情淡漠 欢喜菩萨呼得嫣然一笑 不过这样强悍的男子 最是动人心扉 我们欢喜一脉不知 多少女菩萨提到她就腿软 真空家乡内 生死无常宗的覆灭 也激起了波浪 周围无数朦胧神圣光点 环绕并膨胀收缩 不断地顾晓桑静静 看着掌灯神使等人 目光淡漠 不含一点情绪 大劫来临 顶尖势力的覆灭 会经常出现 她平静的语气 不动封毫的姿态 让罗教内的惶恐 迅速消退 在天下每个地方 在每一位邪魔左道居处 生死无常宗覆灭的消息 就像风暴一样席卷开来 让他们或呆若目击 或浑身站立 人人自危 狂刀苏梦 不愧是邪魔克星 滴滴答答 梦琪坐在窗边 小楼一夜听春雨 巷子深深 幽静致远 心灵不由自主 平和安宁 她双眼闭上 感觉到了时空的变化 又是一次轮回任务 第374章 就是 阴暈缭绕 光柱生腾 神兽仙情环绕 熟悉的轮回广场 出现于梦琪眼前 她这段十日回过仙际 参加过一年一度的成员聚会 因为冲和道人 造成的低迷气氛 因为她与夜遇期展露的实力 前置 人情面子 而渐渐消散 寄卖的物品等 则由于相对价廉物美 不少是必须的消耗品 非感悟大道之术 这种奢侈行为可以比拟 加上正是成员们 在掠夺草原的持续行动中 都收获匪浅 已然回收了38000善工 另外 还有大概2万善工的物品 由于种种原因 暂时未曾售出 与此同时 飞天叶插岩 无我再次感悟大道之术 试图冲击第三层天梯 让孟琪又收获6000善工 身上总计4420善工 当然 寄卖的物品 消耗了部分成员的善工 使得感悟大道之术 暂时指得岩无我一人 赵衡和阮玉书出现在了轮回广场 将指微精气神与剑意 隐约柔为一体 贯通全身 将血肉 元神和法相初步连在了一起 看来刚踏入八重天不久 而阮玉书与赵衡同为五重天 只不过前者出入 后者五重天已然圆满 贵气十足 周身气势隐约成龙 让妖魔鬼怪不敢近身 皇帝宝座对他真是至关重要 人到顶峰的位置 能让他接下来一段时日 突飞猛进 但成也于此 败也于此 若有朝一日 北周吞并大静 斗逼大哥成为天下公主 赵老五失去皇帝宝座 那他不仅会停滞不前 甚至还可能倒退 孟奇暗自感叹了一声 得到什么好处 自然也要承受好处背后的隐患 万物负一而抱扬 好坏一体 焉有之想好处 不承担坏处之事 这就像自己突飞猛进 各种绝顶功法 各种神奇宝物投怀 成为法身以下数一数二者 但必须承受 也不得不承受将来大能的反噬 在观阮玉书 孟奇乎有种他气质 愈发飘渺 清冷之感 听说阮老爷子大力栽培他 度人情 时时让他感悟操纵 增强清静 以便有朝一日 顺利执掌 四人经历轮回任务很多次了 此时没有废话 熟人的便卖着身上的物品 换成善功 然后讨论寻找克制邪魔 因鬼之物 赵恒这一年 专心致志于 消化皇帝宝座带来的好处 积累的善功并不多 总计只有2500 加上他之前兑换的秘宝还未使用 所以选择了一年时光 要好好发挥灯灵大宝的弘历 他步入房间 光芒顿时闪烁 要人耳目 呼吸之后 在出来之时 已然六重天圆满 剩下一百善功 阮玉书善功积累不少 将七凤琴提升到了极品宝兵层次 并兑换了上品宝兵级的镇魔塔 江芷威已是宗师中的佼佼者 依仗就是手中之剑 绝大多数秘宝符转型铜鸡类 疗伤丹药也不缺 而且 他得自生死无常宗的宝物 由于时间较短 在先祭方内 只售出小部分 身上总计只有一万两千善功 干脆只兑换了一件 极品宝兵级的镇魔塔 价值9900善功 孟琪更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七杀杯效果逆天 神兵火刀克制邪魔鹰鬼 黄泉骸骨可怕异常 大道之术与妖翼血桃诡异莫测 元十九印已得其六 虚空入门 刀剑合击神迹入门 疗伤则有黑地润物丹 这还只是大头 其余小东西 他都懒得提 因此什么也没兑换 留下善功位之后 炼制道德兵剑做积累 而且 也能作为任务 出现意外 不得不提前终止时的预备 否则六道轮回之主 要是借机扣掉大道之术 或者黄泉骸骨 那找谁说力去 寒暄了一阵 交流了这年各自经历后 六道轮回之主的声音 从莫名高处降下 九幽侵蚀 天地残破 缝隙处处 时有邪魔之潮 四掠大地 主线任务 封印所有九幽缝隙 还天地清明 完成奖励六千善功 即一张轮回符 失败扣除相应善功 注意 小队已度过第二次死亡任务 且拥有了自身对名传说 将在各方宇宙 拥有一定的名望 或许有人梦到过你们的大概故事 或许有人灵感迸发 以你们为原型 书写了画本小说 你们不再是无名之辈 与他人打交道时需要注意 以免莫名暴露 孟奇与江芷威等人对视了一眼 颇有面面相去的感觉 这还没到传说境界 就有几分传说的感觉了 光影变迁 四人消失在了轮回广场 山岭深处 一处洞穴蔓延往下 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而洞穴之外 有外景强者盘腿坐 突然 他睁开眼睛 望向洞穴内 只见淡淡的薄雾飘出 像是里面在燃烧脉感 证明外景强者神色变幻 又痛苦又愤怒 又叹息和麻木 腾空而起 直入云霄 飞往远处城池 与此同时 他嘴巴张开 声音沿途荡开 魔潮来袭 这方天地 没有小的城池和镇子 因为根本不具备 抵挡魔潮的能力 只是在各处田母附近 有小型的聚居点 抓住一切机会 疯狂耕作收获 若是松懈 就算魔潮没有摧毁城池 也不知多少人会因此饿死 此时 听到魔潮来袭的声音后 一位为农夫 顾不得梁道等 还未完全成熟 飞快收割起来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 表情麻木 指得生存的本能 一处废弃的聚居屋内 四道人影凭空出现 为守者 带着戏剧里 紫薇新主的面具 他身边跟着西 北斗新军和西王母 耳畔似乎还响着 六道轮回之主的声音 破坏魔主传人的计划 魔潮来袭 一座巨城内 顿时人头攒动 涌向粮食铺子等处 但他们相当地有条不紊 像是有几十次上百次的经验 人们越是处在重重危险之中 朝不保夕 越是爱祈求神灵 寻求身心的寄托 这座城池内 便不乏类似之人 在魔潮消息传来后 某个院子内 很快聚集满信徒 教主是为中年书生 他立在信徒前方 右手按在胸口道 我昨日有梦 再见就是四弟 他们已预言 魔潮今天再次来临 并且将降下化身 彻底消灭魔潮 他本是普通书生 但接连有光怪陆离之梦 梦中诸多神异 有四位男女 强横无敌 于是他灵光一闪 借此创教 称梦中四人为 就是四弟 蛊惑信众 收敛财物 第三百七十五章 星火之传 院子内的信众 原本都带着点黄恐和不安 此时文言大喜 乐行余色 纷纷跪拜在地 高宋四弟名号 就是原皇庙无上帝 就是普及上帝 在教主背后的墙上 贴有四张功底画 乃他亲手绘制 居于最上者 轻袍如仙 面容俊朗 其余三张在下面一排 中间是鹅黄衣裙的 明艳少女 周身光芒夺目 一道道往外照射 她的左边有 帝者穿明皇之袍 缭绕条条玄黄 右边女子则清冷四月 手抱古情 淡漠却并不疏离 等到信众们 送完四弟名号 中年书生模样的教主 右手抬起 缓缓下压 顿时 院子内嘈杂消失 鸭雀无声 足见教规之森严 神灵之望重 教主贺云青可以生 四弟即将降临 消敏魔朝 正是卡尔等前程之时 是嘴上说说 还是诚心诚意 神灵自能分辨 魔朝一消 苦痛难除 人终究难逃一死 是魂归久忧 永生沉沦 还是侍奉四弟左右 得享极乐 只在一念之间 她表情充满狂热 可内心却颇为不屑 魔朝来临 自己编造的四弟 就是传说 即将被戳破 不如趁此狠捞一笔 然后买通守卫 躲入强者与富人所在的方式 那里粮食充足 不像外界每日购买 都有限额 等魔朝过去 若还活着 换个城池 又能重新开始 听到要展现前程 信众们难免一愣 面面相去 这时 贺云提前安插 在人群里的贴心属下 猛地站起 掏出身上所有财物 奔到四张画卷前 叩头呐喊 信众谢端 虔诚奉献 请救世元皇庙无上帝 庇佑 人群里 一道道声音响起 与他应和 快 我们快去奉献 迟了就被他们抢先 没了名额 最后几个才奉献的 肯定不成心 会惹慕元皇 打下十八层地狱 气氛一下 变得疯狂 诸多信徒开始争先恐后 贺云看得面露笑意 心情激动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墙上掠下 扑到了贺云身前 右手五指成肘 花朵绽放般如动 一把就扣住了贺云胸前 几处大穴 捕头办案 众人蹲下 免受误伤 这道人影朗声喊道 声音轻悦 似溪水缠缠 咚的一声 大门被撞开 十几名 踢着水火棍的牙翼 鱼灌而入 熟练地分成两队 从左右合拢 将信众与贺云的属下包围 而听到捕头办案 信众们下意识就抱头蹲下 在不明白情况 也无人煽动时 他们形如绵羊 没有任何反抗 贺云看着眼前捕头 只见他身材高挑 穿着暗红捕头服 二十来岁 眉毛稍粗 却不眼清秀 一腿比直立着 一腿少有蜷缩 仿佛在叙事待发 只要自己挣扎 立刻便会挨上一腿 你们要做什么 贺云能从无到有 发展出一个邪教 绝非没有胆气之辈 此时保持着镇静 立身和道 那名捕头环顾一圈后 如同点磨的毛子 与贺云双眼对视 正常年景 黎明百姓信什么神 烧什么香 只要不闹得过分 我等确实师出无名 但如今魔潮即将来临 你还在传播邪教 蛊惑人心 搜刮财物 至凭乐成安稳于不顾 其心可诛 一番话说的文周周 让他自己都似乎无法适应 皱了皱鼻子 狠狠补充道 总之就是一句话 小子 我们盯上你很久了 贺云肝胆一颤 色力内忍道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本座乃就是四地神使 负责他们降临之士 若将本座抓起来 会无人救世 到时候 魔潮不知会死多少人 平乐成也保不住 闭嘴 女捕头脸色一变 颇有几分咬牙切齿 你给本捕头听好了 从来没有什么就是神灵 我们人族能够残存至今 靠的是前辈先贤 靠的是我们自己 我爹爹为了抵抗魔潮 战死在平乐成头的时候 没有就是神灵 我师祖潜入九幽 试图找办法破坏缝隙 残死于那时 没有就是神灵 我师父暗杀魔族大将 被四分五裂时 没有就是神灵 我一家九口 宗门上下 尽数战死魔潮 堆叠成尸海时 没有就是神灵 这个话题让他情绪激荡 双眼朦胧晶莹 似有泪珠子打转 然后常常吐了口气 声音变缓 有疲惫 也有坚定 总之 让我们人族 还能一代代星火相传的 不是什么就是神灵 是不惧牺牲的先辈们 是每个昂首挺胸 迎接魔潮的我们 整个院子户的安静 落真可闻的安静 信众们或多或少 都有亲朋死在魔潮之中 一时有点感同身受 但也正因为牺牲的残酷 他们才将希望 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 女捕头撕下那四张画卷 揉成一团 抓在手中 然后转过身 迈开双腿 走向门外 挥了挥手 声音低哑道 将他们带走 关入大牢 若是需要诱饵对付邪魔 就从他们之中找 是 请捕头 牙医们相当敬重他 又被刚才那一番话 震动了心灵 愈发卖力 将鹤云连同他几名属下绑上 送往大牢 慢慢旷野之上 不时能见 还未来得及收割的未成熟粮道 农夫们背着各种各样的布袋 有条不紊的挤上一程程马车 拉车之马 似乎混有邪魔血统 通体覆盖黑铃 力气齐大 哪怕车上已挤满了人 也走得剑步如飞 算是抵抗魔潮 不知多少次的收获 每乘马车左右 都有骑着类似马匹的金干兵族 与江湖人士 他们双眼锐利 气质彪悍 一看便是常年刀头叠血的人物 未守者走在最后 是位中年男子 两鬓花白 眼角眉心尽是皱纹 没了左臂 右手提着一柄后背长刀 朗声道 各位应该很清楚规矩 撤退往平乐城的途中 若有吊队者 无人救援 无人等待 只能自求多福 农夫们没有言语 保持着安静 只有小孩和未满二十岁者在窃窃私语 试图喧哗 但被那些一看就不好惹的骑马家伙 一瞪 又纷纷吞了回去 有过经验的人都明白 这个规矩是为何建立 是在多少次鲜血与尸体的教训上总结出来的 里头 怎么能不等不救援呢 首领身侧有位年轻小伙子 文言恶然 不明白怎会有如此泯灭人性的规矩 首领看了他一眼 声音沉稳道 每一次魔潮当中 都有队伍为了救援 或等待一位位掉对者 被邪魔阴鬼追上 从上到下 从老到小 无意存活 这个等一会儿 那个就一会儿 看似不多 总得加起来 或许便是生于死的界限 你还年轻 上次魔潮时未出过程 不知道这里面的残酷 首领淡淡道了一句 年轻小伙子还是不能理解 睁大眼睛道 可 可邪魔还没隐踪 就个人要不了多久 等有邪魔隐踪的时候 谁都跑不掉了 首领沉声道 拉动缰绳 策马前进 马车数量有限 每一程不得不挤满了人 最里面是较为年轻的女性与孩子 中间是形貌不同的青年和壮年男子 外层则是诸多白发 有男有女 他们处在最边缘 靠着双手的力量 才勉强没有掉下去 队伍安静前行了一阵 有位脸庞皱纹 深深的老者 双手开始颤抖 眼看不要拉不住里面之人 从马车上跌落 爷爷 爷爷 他位于中央的孙女 发现了他的危险处境 哭喊着想要伸手邋遢 一时之间 这乘马车变得混乱 若持续下去 将有更多的人无法保持平衡 这时 老者微微一笑 主动松开了双手 往后栽倒 声音回荡 喃喃 好好活下去 啪 他摔落在地 伤筋动骨 好半天起不了身 爷爷 哭声随着马车渐远 首领身边的小伙子健壮 就要过去救援 突然 他眼前多了一口后背长刀 里头 你 他又惊又怒 首领冷冷看着他 单个行进者 斩力绝 他的目光冰冷 杀意森森 震慑住小伙子 让他不敢动弹 只能随着马匹 越过了老者 看着远处挣扎着战骑 试图走向平乐城的老者 小伙子悲痛愤怒道 你 你没有人性 我只能顾及更多的人 首领淡漠看着前面 飞快行进的队伍 他们是人 他也是人 凭什么 就得牺牲他 难道性命也能靠数量来比较 很多人的性命 就比一个人的性命重要 小伙子有眼泪蹦出 愤怒指责 是 首领冷酷回答 在魔潮之中 只要不是外景 多数人就是比少数人重要 就是能更好地延续人族 小伙子顿时正主 不敢相信地看着首领 这是何等冷酷 何等没有人性的回答 他忍不住再次指责 里头 如果要你牺牲自己 拯救他们 你愿意吗 首领忽然露出一个笑容 声音低沉 曾经 由马车侧翻 我独自就在上面 他的笑比哭还难看 小伙子愕然望了过去 耳畔想起其他队友的传音入密 当时里头的选择 是让队伍继续前行 自己留下 结果遭遇了前夫跟踪的几只邪魔 丢了一条手臂 孩子也没就回来 首领收敛了笑容 冷酷但坚定地看着前方 人足求生这条路 只能前行 不能回头 秦双华秦捕头情绪激荡 难以自持 一步步走回了家中 等到关上了门 他才猛地蹲下 嚎啕大哭 像是小孩子 双华 你怎么了 秦双连从屋子内走出 居家打扮 秦双华吓了一跳 猛地站起 用手中指指擦了擦眼睛 结结巴巴道 大姐 你 你不是在闭关吗 秦家十一口人 目前只剩自己和这位堂姐 秦双连微微笑道 当然是出关了 出关 大姐 你 你今生外景了 秦双华惊喜交加 等看见秦双连微微汗手后 欢呼一声 又蹦又跳 外景了 你是外景强者了 平乐城中也是好人物了 从小到大 尤其最近十年 大姐一直是自己的榜样和骄傲 秦双连沉稳看着她激动 半晌后才道 你刚才哭什么 秦双华顿时不好意思道 之前抓了个邪教头子 被她记得回忆起了家中的事情 说到这里 她才醒悟过来 自己情绪激动 竟然一直抓着那几张画卷揉成的纸团 还用来擦了眼泪和鼻涕 脆了一口 扔在了地上 什么邪教 秦双连不慎再疑问了一句 秦双华比一道 那家伙粗俗得很 叫什么就是四弟 若 就是这样的 她用灵巧的脚和真气 将纸团展开给大姐看 这个事就是悬崖上帝 这个事就是混元上帝 这个事就是普及上帝 秦双华一张张展开 随口介绍到 很快便露出最后那张 秦双连一直含笑听着 此时 最后一张画像映入了她的眼帘 轻衣如仙 面容俊朗 轻衣如仙 面容俊朗 秦双连突的愣住 瞳孔剧烈收缩 是她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秦双华没注意唐姐的意状 撇了撇嘴道 这个事就是元皇妙无上帝 其实 直接叫元皇还不错 她在哪里 她在哪里 这时 秦双连扑了上去 抓住了她的双腕 一声声问道 急迫异常 打断了她的话语 秦双华已吓得呆若目击 看着满脸通红的唐姐 有种不认识的感觉 谁 谁在哪里 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激动的唐姐 至少最近十年不见过 就是这张画像中的人 秦双连急切道 她 她只是邪教头子编造的尾神 秦双华完全不明白 自家唐姐在激动什么 难道是突破之外景时 坏了脑子 邪教头子在哪里 秦双连追问道 眼睛都有点发红了 秦双华彻彻底底被吓到了 结结巴巴道 大 大牢 大姐你 话音未落 她就被自家大姐拉着手腕 拖得飞起 赶向大牢 秦双连的急切激动 让她一头雾水 茫然无措 大牢内 贺云与几名属下 关在了一间牢房 此地因冷潮湿 有种随时会出现 怨念恶鬼的感觉 等到牙医们离开 贺云颓然坐下 屁股底部 只有一叠脉感 脑海里 竟是种种恐怖后果闪现 听说魔潮期间 大牢内的犯人没有吃食 只能靠彼此冲击 刚才的捕头还说 要以我们为二 掉鞋魔入陷阱 他越想越是害怕 和几名属下一样瑟瑟发抖 两久之后 他猛地站起 冲到牢房边 抓住栏杆 用力摇晃 击力喊叫 冤枉啊 大人 小的冤枉啊 刚才就该直接跪地求饶 将搜刮的所有财物奉上 换取从宽发落 对此情状 其他犯人见怪不怪 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这时 一名属下走到贺云身边 疑惑道 教主 为什么不像就是四弟祈求 求他们降下神力帮忙 虽然是贴心属下 但贺云还是努力 培养了他们的信仰 此乃自己地位特殊的保证 闻言 贺云咬牙切齿 破罐子破摔道 哪有什么就是四弟 都是我编出来的 编出来的 话音未落 他背后牢房有光芒腾起 点点火光缭绕 内中出现了四个人 为首者轻衣磊落 面容俊美 其余有鹅黄衣裙者 有明黄长袍者 有清冷出尘者 正是还未来的 吉亿荣改扮的孟奇等人 几名属下嘴巴一点点张开 眼睛等得圆溜溜 有人语气飘渺道 教主 真 真有就是四弟 贺云怒火上冲 给你们说了 是我编出来的 明白吗 我编出来的 他转过头 怒视几名属下 没见过这样的榆木疙瘩 接下来 该是童心协力 掏出牢房的时候了 刚刚转身 他眼睛一花 熟悉的四道人影 就在眼前 与梦中一模一样 扑通 几名属下匍匐于地 颤声道 恭迎救世员 黄庙无上帝 真 真的有 贺云双腿一软 贪坐在地 看着围守青山男子 走向了自己 裤裆顿时变得湿润 双眼一黑 险些晕厥过去 他们在搞什么管 梦奇皱眉看着 开始运转原心印 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奔来 正是秦双莲与秦双华 在场牢房都认得 这位翘捕头 也知道他姐姐相当不凡 当即停止喧哗 愕然看向他们 秦双莲奔到了牢房门口 看了一眼梦奇 再无疑惑 然后 秦双华看着自家姐姐 猛然跪倒 只跪天跪地 跪父母师长的姐姐 竟然跪倒在地 一时之间 他不知所欲 真烟还烟 秦双莲跪在地上 想起了战死城头的父亲 想起了秦家九口亡魂 想起了认识的 不认识的死于魔朝者 想起了一位 为慷慨赴死的殷豪 顿时百感交集 眼角有两行猪类流出 对着孟奇重重叩头 前辈 求您救救我们 救救这方天殿 声音沙哑 撕心裂肺 第376章 万事法 秦双莲声嘶力竭 情绪激动 不知包含了多少心酸 多少痛苦 多少悲痛 和多少稀计 让刚刚降临 还来不及弄清楚状况的 孟奇等人都油然而生震动之情 似乎对九幽缝隙 对滚滚魔朝的危害 突然有了清晰的认知 那是千年万年 永不终止的折磨 那是昏暗压抑 不知明日的麻木 与江芷威 阮玉书 赵恒对视一眼 孟奇看到了相同的感受 也看到了相同的疑惑 他们好像认得自己等人 一个称呼 就是原皇妙无上帝 一个称呼前辈 绝非无的放尸 是六道搞得鬼 还是之前刻意提醒的 各界声望 前辈 秦双连的祈求还在继续 让秦双华和一干人犯呆若木鸡 孟奇念头一转 踏前一步 沉声道 我等前来 便是为了魔朝之事 姑娘 有话好好说 真的 虽然情绪激动 但孟奇的声音 还是毫无阻碍 传入了秦双连的耳朵 他抬起头 两颊泪痕斑斑 眼睛蒙着一层水光 内里有一彩迸发 六道轮回之主 终于大发善心 派遣度过了三次 或者四次死亡任务的超级强者 来拯救这方天地 秦双连又惊又喜 激荡反侧 眼睛发酸 差点又痛哭失声 但他好歹经过了很多次轮回任务 不乏生死之间徘徊的时刻 强行稳住情绪 看了看四周 沙哑着声音道 几位前辈 此地不便说话 请跟晚辈到别处再续 孟奇一高人胆大 与江纸薇等人交流过后 轻轻汗手 你带路吧 说话间 他们踏出了牢房 而铁栏未断 大锁未开 让周围犯人看得目瞪口呆 秦双连慌忙站起 拉过呆呆的堂妹 便要转身领路 这时 贺云醒悟过来 慌忙撑起身体 抓住栏杆 哭喊道 四位上帝救命 小人散播你们的荣光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小人能在梦中见到你们 也是一种缘分啊 他口齿含糊 只求就是四弟大恩大德 秦双连这才想起 他是邪教教主 以前被等人为神灵的邪教教主 心中顿时忐忑 不太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清楚 前辈等人是个什么态度 于是转头看向孟奇 由于请示道 前辈 该如何处置他 他下一时间 还是不想放过这等害人邪教 因此用的是处置这个词 梦中所见 散播荣光 孟奇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贺云实力低微 在他有心之下 哪有秘密可言 已然大概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 还是各界冥望的问题 不过自己等人前面多次轮回 都做了易容改办 这次初出降临 还未来得及完成 他们怎么能对得上号 梦中所见 也应该是前面轮回任务中的形象啊 难道冥望基于自身 与本体绑定 不受易容改办影响 除非降临这方天地时 又是另外一番形象 才不会被认出 回头看了贺云等人一眼 孟奇平平淡淡道 他打着我等名号 招摇撞骗 其心可诛 可随意处置 秦双连神情未知一松 贺云掩路绝望 顺着栏杆 软软倒地 很快 一行人回到了秦家小院 秦双华正名捕头 渐渐清醒过来 结合之前听到的对话 对形似画像的神秘四人 有了初步判断 大姐似乎认得他们 而且称呼的是前辈 显然不是真的神灵 既然如此 贺云梦中所见 肯定是谎言 他能画出唯妙唯笑的图卷 之前必然见过这四人 而无亲无故的情况下 他借助这四人 创立邪教 绝非心血来潮 多半是他们叫唆 如今见邪教被捣破 于是亲自出马 这群人怕是居心叵测 大姐 他们究竟是什么来头 你为什么要求他们 秦双华暗中传音 秦双连雨寒激动 他们什么来头你不用管 只需要记住一点 他们实力强横 堪比神魔 能关闭久忧缝隙 到时候 再不用受魔朝之苦 再不用迫不得已牺牲 这是千年万年以来 每一位人族梦寐以求的希望 实力强横 堪比神魔 秦双华一贯觉得 自己见识不如唐姐 而眼前四位 竟然能得到他 如此评价 这么多年以来 人族也不是没出过超级强者 登陵了九重天顶峰的宗师 但与同街的邪神恶鬼相比 实在数量吸手 杯水车薪 往往只能光耀一个时代 庇佑住人族 无法彻底消弥隐患 而这种人物 大姐谈论时 也从来没说过 堪比神魔 难道大姐中了幻术 或者被心魔影响 秦双华内心咯噔了一下 有不好的猜测 每次魔朝 总是不乏天赋特异的邪魔 潜伏入人族城池 伺机破坏 制造混乱 帮助破城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故意装傻冲论问道 国际有人 呃 不对 宇宙有人 梦奇赋斐了一句 可并未如此回答 虽然他自存有点逗逼 但秦双连生死历劫般的哀求 还在耳畔 这方天地的沉重 压抑于路上 一时有感触 实在不是开玩笑的环境 于是这儿巴金道 我等幼狱一人 被带入秘境学武 如今神功大成 正该驱除邪魔 还天地清明 就为了这个 才来评了城 秦双华追问了一句 总觉得这套说辞不太可信 当然 我们是纯粹的人 高尚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跨越宇宙而来 就是为了 帮你们对抗魔朝 孟七觉得秦双华的问题 充满了槽点 可又实在没办法 与这种气氛下开玩笑 叹了口气 转头看向秦双连 还是你来回答吧 秦双连文贤歌之雅意 当即道 三妹 四位前辈是我请来的 你先回衙门 我有事和他们商量 不称呼双华是三妹 这是摆起了长姐威严 然后不由分说 将秦双华推出了院子 精神隔绝了窥探 前辈 晚辈曾与您在天师府 有一面之缘 没了外人 秦双连大大方方道出了前因 孟七顿时恍然 眼前这位是轮回者 在黑山老妖世界见过自己 而苍天宗宗主 本来就与自身有几分相似 难怪能够认出 既然在天师府见过某 那很多事情就不必戏说了 你将当前局势 和各个九幽缝隙所在 告知我们吧 孟七言简一概 强调了一句 越早封闭九幽缝隙 人族伤亡越少 秦双连难耐情绪的激动 声音略微发颤 将自己知道九幽缝隙和当前局势 完完整整说了一遍 莫了道 几位前辈 不知该如何称呼 白红 江芷威以见代名 赵恒义笑道 悬崖 他用了刚才听到的称呼 阮玉书不慎在意 轻轻冷冷道 梧桐 孟七想了想 脸色突然一震 你就称呼某元皇好了 昨日种种昨日死 今日种种今日生 从今往后 再也没有狂刀这个外号 从今往后 我便是元皇 长宁城高空 一袭朴素轻袍的齐正妍 俯视着城池 他身后跟着一位 肌肉囚结的黑甲男子 缝隙内有一道道魔器状 若黑蛇钻进钻入 给人异常恐怖的感觉 这方天地传承未绝 五道直指法身 可千年万年以来 却始终未能消敏魔潮 你可知为何 齐正妍忽然开口 身穿黑色全身盔甲的男子 原本魔异深深 五官深刻邪义 此时猛地浮现调媚笑容 与原本的模样异常为何 属下不知 还请魔主示下 我是魔主传人 非是魔主 齐正妍平淡道 虽然由于魔潮的关系 这方世界人人尚武 开窍密集不难获得 但这仅限于普通水准的武功 真正的好功法 还是局限在宗门世家等上层 他们挑选人才 传授高深武道 从小打好基础 在魔潮中成为人族中流砥柱 且不惧牺牲 从道理上来讲 这没有错处 可如此一来 受限于他们本身的培养能力 受限于资源等物 强者肯定携手 然后消耗于魔潮之中 相当于成熟一波收割一波 自然没办法成长到法身 只有放开限制 人人机会平等 基数一大 经过魔潮洗礼 才会慢慢有人于生死间大彻大悟 或从邪魔身上得到奇欲 脱颖而出 这属于人族当前组织形式 与魔潮环境的矛盾 魔主您言之有理 属下要记下来 黑甲男子掏出了小的书册 齐正妍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是什么 佛门有如是我闻 儒家有 论语 所以 属下要记住魔主您的一言一语 日后教导众生 黑甲男子一脸光荣 并讨好问道 魔主 日后成文成书 该怎么命名呢 其正言没有说话 而是再次望向下方城池 声音沉稳道 即使机缘巧合 人族出了一位法身 或者好几位大宗师 消灭了魔潮 关闭了九幽缝隙 他们作画之后呢 这里与九幽略有重点 缝隙终究会再现 我要教导他们的 不是一实法 而是万事法 若是梦师弟在此 他肯定会嘲笑自己的属下 然后给记录的文字 取个让人无语的名字 比如魔主语录 第377章 五道宝典 月晨星邪 通体覆盖着黑色鳞片的 诡异马匹 飞快前行着 即使背后 拖着装满了人的车身 也丝毫不显沉重 光是邪魔邪统 就这般强力 真正的邪魔又该如何 已经从不得不抛弃 同伴的悲痛中 恢复少许的小伙子 左顾右盼 一阵心惊 低声嘀咕 之前他也不是 没见过这类马匹 可往往只是感叹于 他们的力量和速度 很少往邪魔方向联想 如今魔朝行将来临 他心中总是忍不住 转过相关念头 由此几笔 越想越是心惊 最普通的邪魔 也相当于 我们人族蹊跷的实力 旁边续着小胡子的同伴 听到了他的呢喃 哼了一声 关于邪魔阴鬼的书籍 变成都是 你竟然不知道 对抗九优是全族群的事情 上尉者自然会派人 整理邪魔邪神的资料 误求每个人 都知道大概的情况 遇上时 能够针对性应付 小伙子脸旁仗红 支支吾吾道 我 我不爱看这些 上次魔朝时 他年岁较小 印象不深 对其中蕴含的残酷 不甚在意 直到今日 才初步体会到 不要思语 用心戒备 理性首领沉声道 是 小伙子赶紧回了一声 下意识看向首领 看向他没有表情的面部 和那条毒壁 那时候 首领是怎样的心酸 痛苦和绝望 他想法刚现 道路左侧草丛里 忽然铺出一道黑影 正常人身高 没有皮肤 血肉直接裸露在外 筋络蛋白 血液暗红 关节处长着一根根骨刺 大张的嘴巴 只有六颗牙齿 但每一颗都尖锐锋利 恶心的味道扑鼻而来 胸利的气息渗透身体 小伙子双腿打颤 右手无力 眼睁睁看着这道黑影 扑向自己 邪魔来邪 尖利的声音响起 抽刀拔剑的动静 汇成了一道 大 后背长刀 斩到了这头邪魔的脸上 将他斩的道飞出去 但除了一道浅浅划痕 不见多少损伤 里头 小伙子大口喘着气 后怕无比 首领乐过马匹 正对邪魔 声音沉静道 你们先退 距离平月城 已经不远了 里头 你呢 小伙子大声疾呼 话未说完 他就被小胡子拉着缰绳 拽着前进 耳中是悲痛又无奈的话语 按照规矩 路上如果遇到 灵星邪魔拖延阻拦 由队长负责纠 队长若无法对付 副队长跟上 依次往下 但绝不能耽误队伍行进 为令者斩立绝 一切已撤离大部队为重 小伙子愣住了 跟着马匹奔跑了一阵 才回过神来 扭过头 望向远处 只见里头的马匹倒伏于地 已被邪魔杀死 而他挥舞后背长刀 与那名凶利的邪魔 站成一团 背影是那样的苍老和萧瑟 但也是那样的笔直和坚定 里头 他哽咽了嗓音 泪水模糊了双眼 咬牙转回头 侧动马匹 守在队伍左侧 腰背挺直 就像首领那般 宁死不弯 每一位青色的人族少年 在魔潮中 不是死亡 便是这样的蜕变 哒哒哒 马蹄翻动 队伍奔向 萌萌微光中的巨大黑影 平乐成 一时法 万事法 跟在齐正言背后的黑甲男子 疑惑问道 一脸请教的表情 齐正言缓缓降下身形 落在附近山岭之上 遥望城池 平淡道 能够不断涌现强者的人族组织形势 黑甲男子周身钻来钻去的 漆黑气流护的变快 迷惑道 魔主 您乃九幽之主 邪魔之手 怎么老是想着人族 我非魔主 齐正言再次重复了一遍 魔在每个生灵心中 无论是反抗不公 对抗强权 还是恩爱仇怨 贪婪憎恶 皆是心有魔种 而九幽大部分邪魔 只知杀戮与毁灭 谈不上生灵 只能算天地某些规律的显化 就像宇宙终将有尽头 生命终将有死亡 它们便是死亡与尽头的象征 它们被天地束缚 被大道束缚 永远局限于此 身为魔主传人 不是与它们同流合污 而是要带领它们 反抗着苍天 反抗着规条 反抗着大道 从指知杀戮 毁灭当中解脱 召见自身灵性 这才是真正的魔 其正言双眼一片漆黑 像是两团静静燃烧的黑色火焰 不激烈 但可以燎原 改天换地 它背后的黑甲魔 将正在了当场 一时感觉杀戮畅快 身心满足 乃毕生追求 这就是本性 这就是魔 一时又觉受制于此 无法摆脱 如同天地的傀儡 别们至极 两久 它啪的一声单膝跪下 脑袋伏低 愿追随陛下改天换地 挣脱自身命运 它悄然改变了称呼 你是第一个 自主觉醒的魔圣转世 本身就有自己的意志 所以我才将你待在身边 其正言淡淡说了一句 这条路很危险 苍天不容 大道不容 你可曾想好 黑甲魔将脸上不见了产妹 哈哈大笑 不就是打伤九重天吗 又不是没做过 等我重练了魔区 便再日之臭老天 其正言没有说话 副手立于崖边 看着远处的长宁城 气质深沉安宁 哪里有半分邪魔的样子 魔主 不知万事法是怎样的 黑甲魔圣 又露出讨好的笑容 在小本本上 记录着刚才魔主的教会 其正言没有回头 目光优深 我得了魔主传承 通晓无数功法 有天地肩排在前列的剑士 但若是全盘接受他的舞蹈 没有自己的理念和想法 不贴近本身 只会越走越难 越走越入其路 最好也比不过当年的魔主 这几年来 我在借助魔主的剑士 闭关修炼 融合他的舞蹈于自身 算是小有收获 话音未落 他身后 献出人手容身的法相 而法相头顶 冉冉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星辰 色泽金黄 明镜剔透 照见无数场景 黑甲魔圣算得见多识广 此时也感觉到了 这颗星辰给自己的压力 它目前还不够强大 但似乎必将强大到难以抵御 这颗星叫做平等 非是绝对的平等 而是机会的平等 富者可依赖财物 天资聪颖者可依赖天赋 普通人则能够依靠努力 专注和用心 机会平等 奋进者前 堕落者后 其正言声音没有波澜 平铺直竖 而他在舞蹈上的体现有三 其一便是分析舞蹈 窥探本质 我利用他 分解了133756套武功 找到了最本质的一些规律 创出这本《舞蹈宝典》 它从浅入深 修炼简单 正常人只要努力便能入门 不影响日后转修任何武功 而且对修炼别的武功多有注意 最适合大规模普及教育 这些规律魔主的见识里都有 但其正言要想得心应手运用 还是需要自己钻研 自己总结 不过 有参照的情况下 肯定会简单许多 平等 黑甲魔圣只注意到了那颗星辰 似乎不敢直视 假以时日 魔主宁出的自身舞蹈星辰 绝对不止一刻 他深吸口气道 可再是普及舞蹈 再是有强者层出不穷的组织形式 但人心思义总是会慢慢堕落 再好的组织形式终究也会变质 这是生死始终之道 非盗果跳不出去 等我魔宫大成 会给他们留下一件武器 足以让他们对抗上层者的武器 其正言不动声色道 只要人心凝聚 武器自限 此件曰 即 平乐城中 除了主要通道 各处方式都关闭了起来 里面秩序森然 黎明百姓在江湖人士 捕头牙翼组织下 自主看家护院 巡逻街道 防止人间或潜伏的邪魔捣乱破坏 已经发现 立刻便会发出信号 寻求救援 而城池大镇的每个书记处 都有外景辅助操纵和保护 城头也不缺乏外景强者 他们带领着开窍中的佼佼者 分散看守这里 在大镇被短暂打破 还未来的急复原时 抵御抓住机会冲进来的邪魔 一切是如此井井有条 孟奇等人在秦双连与秦双华引领下 走向着城门 城光微弱 黑暗里一队马车飞快驶来 正是小伙子他们 眼看城池在望 所有人都悄然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城头外景看见远处天边 有一线漆黑浮现 迅速变大 像是无数乌云连在了一起 飘向平乐城 邪魔来邪 他右手握紧 发出雷鸣的声音 城门口的守卫 怜悯地看了几百张外的小伙子 他们一眼 埋下头 将城门推动关上 有邪魔痕迹出现 立刻关闭城门 不管外面的队伍距离有多近 若不遵守 说不定就是整个城池陷落 几十万生灵沉入地狱 扎扎扎 沉重的声音传来 马队里每一个人 都露出了绝望的目光 第378章 退避三射 扎扎扎 哐当 几百张外 小伙子和马队其他人 眼睁睁看着城门关闭 进发自生 而黑色灵甲的马匹 面对暗藏杀机的大阵 本能放缓了步伐 渐渐停顿 他们的蹊迹 欢心和鼓舞刹那间凝固在了脸上 目光里是说不出的绝望和痛苦 再大的麻木 也无法掩盖住 这种逆转下的情绪变化 他们背后忽有魔鹰传来 四郎嚎似悲气 一声重一声 一声接一声 震动云霄 难以计数 小伙子下意识转头 看向天边 只见萌萌尘光里 乌云和黑雾共舞 覆盖了小半个仓空 里面仿佛有无数颗粒般的烟尘 可随着他们飘荡到百里开外 小伙子和马对其他人都看得较为清楚了 那是一头头庞大的邪魔鹰鬼 有的双眼赤红 射人心神 有的舌头伸出 吊在胸前 有的肚子鼓胀 难见头脚 有的一团烂肉 插着凌乱的手脚 有的浑身赤裸 双乳大肆干瘪的麻袋 有的背身双翅 展开后 似乎能负起一座湖泊 在他们下方 奔跑着密密麻麻的九幽大军 有的龙头马身 喷吐着黑焰 有的三头六臂 通体清黑 有的身体如烟 幻灭不定 有的嘴巴大张 露出一根根挂着肉丝血痕的獠牙 一眼望去 他们漫山遍野 遮天蔽日 如同草木全部化作了冰族 小伙子似乎能看到 那一张张留着长长唾液的可不连孔 伸到面前 隐约闻到一股股血腥污秽的味道 呜 胆战心惊的他 听到了一声悲鸣 身下的黑色鳞马 已被这种景象和气势震慑 软软跪下 马队里的所有马匹 接二连三跪下 匍匐于地 再不敢动弹分毫 完了 小伙子看着真正的魔潮 只觉双手双脚发软 根本提不起垂死挣扎的意志 他们不用动手 一摸一口唾沫 便能淹死自己等人 时至今日 他才真切体会到 诸多话本小说里描述的恐怖和渺小 因魔潮而来的极端恐怖 与面对魔潮时自身的渺小 完了 马车上不少小孩 已被吓得忘记了哭泣 他们完了 城头目睹这一幕的外景强者 和开窍高手们纷纷叹了口气 目含悲悯 感同身受 若是城破 自己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 都会这样绝望地等待死亡 所以 魔潮是每一位经历过的人 永远不想再回忆起的噩梦 可惜的是 他们若是幸运 未曾惨死 一生往往会经历好几次魔潮 这怎么不让人崩溃 不让人压抑 不让人麻木 凭恶成城主 抱真立在大门上的城墙处 眺望着远处魔潮 默默推断着这次的强度 他上次魔潮受创严重 始终卡在七重天境界 但依旧是平了成数一数二的人物 他 抱真脸庞苍白 像是失血严重 但强劲有力的心跳 大将奔涌般的血流声 都证明着他气血的旺盛 此时 他神情微变 眼睛眯起 看着魔潮最远处 如临大敌 那里似乎有一座小山 可若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 灰白岩石乃鸡肉 在泥土掩盖下 潺潺流动的河溪是永不停歇的血液 色泽清黑 异常诡异 他的头颅便是封顶 两道深深的裂痕为眼睛所在 脸庞勾壑横生 但隐约透出几分弹性 咚咚咚 肉山一步步前行 大地一次次晃动 仿佛发生了地震 肉山魔将 抱真旁边的外景强者脱口而出 是的 肉山魔将 上次魔潮重创了自己的肉山魔将 抱真双手握紧 目光与肉山魔将在虚空交汇 噼里啪啦 气机相撞 有朵朵电火花蹦出 抱真没有动 气势沉宁 如同胃起波澜的汪洋大海 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打算坚守 等待从来不会齐心的邪魔各族 逐渐内讧 到时候 才是将他们赶回九幽的时机 至于肉山魔将 自己恐怕还没办法留下他 他是最近十几次魔潮的中流砥柱 有近乎九重天宗师的实力 因为不太清楚 邪魔内部如何称呼他 人族一概以肉山魔将来指代 别看他沉重庞大 其实擅长的是道法邪术 天赋强横 极难对付 借助大阵帮忙 抱真斩断了纠缠的契机 精神散开 笼罩住平乐城 确认每一处细节 确保等下激烈战斗中 不会出现疏忽导致的意外 第一波就出现了肉山魔将 这次魔潮的强度 恐怕五百年难遇 还好 缝隙仅仅是缝隙 没办法让九幽里 真正强大的邪神魔尊们穿过 否则万事早休 抱真感慨了一句 此时 不少农夫携旗袋子 奔到了城门外 他们不敢触碰进法 只能跪地叩头 请求开门 东东东 大人小孩全都磕得额头冒险 但城墙上的外景和开窍门 不为所动 虽然这很残酷 但只能残酷 如果不想连累更多的人 东东东 叩头还在继续 这时 他们耳畔传来沙哑颤抖的声音 你们往山上跑吧 能不能躲过去 就看你们自己的运道 我留在这里 帮你们断后 他们愕然转头 看见那位青色的小伙子 抽出了长剑 立在身后 眼睛通红 双腿还有点颤抖 可要被挺的笔直 没有丝毫弯曲 断后 小伙子说完这句话 回头看向远处 嘴角勾勒出一丝苦笑 若是邪魔冲到近前 自己只会像一颗石子落入大海 连浪花都未必能够激起 只希望能稍微 吸引住邪魔的注意 手提常见 奥立城外 小伙子身边多了不少同伴 他们皮肤晒得发黑 表情是一样的决绝坚定 邪魔越来越近 邪义可不得感觉遥遥传来 让人手素脚软 幻象平线 小伙子闭了闭眼睛 试图摆脱幻觉 脑海里油然浮现出 灶台旁不断打转操劳的母亲 始终咳嗽 但每日必定督促自己练武的父亲 用崇拜目光看着自己的妹妹 一切是如此的温馨 也是如此的遥远 我快死了 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小伙子低语了一句 眼眶发红 只想回身面对平乐城 用立刻上三个头 以报亲恩 就在这时 他眼前一花 多了六道人影 为守者身穿青衫 面容古捉 城门关闭前 孟琪与江芷威等人 抓住机会顿了出来 秦双连紧随其后 而秦双华与大姐相依为命多年 一时冲动 也奔了出来 他再一次面对了魔潮 没有了进法的保护 没有了城墙的隔绝 比上一次更加清晰 也更加让人恐惧 那铺天盖地的数量 那强横制可以动摇大地的气势 使他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绝望 这是无法抗衡的敌人 你们 你们出来做什么 心脏仿佛被一只魔手攥紧 秦双华忍不住开口问道 与此同时 他又多了几分感伤 师祖师父们 面对这样恐怖的魔潮都没有退缩 慷慨赴死 是人族的陈光 不出来 怎么找到九幽缝血 将他们关闭 孟琪随口回答道 关闭九幽缝血 他们真的想关闭九幽缝血 秦双华正正出神 这种时候 他们没有留在城内 显然非人间或变化的邪魔 孟琪转头 看了小伙子等人一眼 对姜芷薇道 你保护好他们 我过去掂量掂量 嗯 姜芷薇点了点头 没有逞强 虽然他更想隐魔事件 但类似之事 交给小孟更加妥贴 孟琪拍了拍衣经 摸了摸变化过的下颌 微笑看向阮玉书 配手合适的情取 说完 不等阮玉书回答 他背负双手 一步步走向邪魔大潮 每一步迈出 身影便闪现在时机里开外 看似闲听信步 实则几个呼吸间 便靠近了天边 阮玉书嘴巴倾起 露出一排米粒般的细碎背齿 微微咬了咬下唇 将七凤情漂浮 双手按在了情弦之上 那是谁 他想做什么 城墙上的外景强者 与开窍高手们 发现了这道逆向行走的青山人影 一时不明状况 关他缩地成寸的潇洒 实力肯定不凡 是因为无法进城 存了死至 前去找邪魔拼命 还是自视甚高 觉得有把握杀伤部分邪魔后 全身而退 李信首领搏杀掉了那头邪魔 伤势颇重 全身乏力 只能靠躺在道旁一块石头上 眼睁睁看着邪魔大潮涌来 越来越近 忽然 他看见一道青山人影 出现于了面前 可情绪还未变化 对方左手轻轻一挥 自己便往后飞去 仿佛在腾云驾雾 软飘飘不着实地 啪 他双脚踩地 没有半分震荡 眼中浮现的人影 大部分是熟悉的同伴 这 他猛地转头 望向邪魔浪潮 人一上万 无边无际 而孟奇眼前的邪魔 何止几万 密密麻麻 似乎覆盖了茫茫大地 这时 情曲响起 舒缓为主 但透着几分压抑 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激烈随时可能爆发 孟奇踏着节律 背负双手往前 已然进入了邪魔攻击的范围 一时之间 飞剑 手斧 鳞片 长脚 黑光等物升起 如同嗡嗡嗡的巨大蚊群 将还有光芒的天空遮蔽 阴影笼罩住了孟奇 没有出刀 也没有动手 孟奇撞似交游 继续副手前行 叮叮当当 碰撞声不断 诸多黑剑浮水落地 孟奇毫无损伤 已经踏入了邪魔浪潮 被大海吞没 潮水奔涌往前 只有刀剑火焰和黑雾 时不时起伏 昭示着他依然存在 他究竟想做什么 城墙上的外景强者们 完全迷惑了 若要击杀邪魔 现在就可以动手了 如果至存高远 打算刺杀邪魔中的首领级人物 那速度便得加快 尽量出其不意 最远处的肉扇魔 将有两条油光水滑的胳膊 他们分别垂在两侧 布满花纹 而他一双灰白冷酷的眼睛 看着被攻击淹没的地方 透出几分疑惑 并未出手 一边是打算 看看这不走寻长路的青山男子 究竟想做什么 一边是相信 如此多的邪魔阴鬼 足以将他吞没 同时也是相信 若有变化 自己的实力来得及阻止 过了一阵 邪魔越来越近 理性首领和小伙子 都能看清楚 身躯庞大者争鸣的面孔了 秦双华又惊又疑 目光不断在将 纸威等人与邪魔大潮之间游动 他们竟然这般镇定 孟奇遁住了脚步 微微点头 距离正合适 古刀黑刺从四面八方袭来 不给光芒留下一丝缝隙 而孟奇选择了无视 右手伸入左手袖管 缓缓抽出了一口 橙黄色的长刀 火焰跳远 突然 阮玉书琴声一转 压抑许久的激昂喷不而出 穿云烈石撕裂了沉闷 狂风暴雨由此降临 长刀扬起 火焰凝聚 猛地下劈 击在了空处 身入九幽 妖魔兽手 一团金黄的火焰炸开 靠得最近的邪魔阴鬼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疼得化为焦炭 火焰像是压抑很久 急速膨胀 瞬间就将覆盖着 邪魔的大地吞没 肉山魔将满是沟壳的脸庞抖动 只来得及在身前 支起一道黑水化作的盾牌 然后便感受到了高温的灼热 和恐怖的冲击 与核心处 似乎没什么区别 金黄跳跃 一头长着四只翅膀的邪魔 被点燃了 它仿佛明亮的火把 从天栽落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距离小伙子与理性首领等人 恰好十里 扑通 扑通 天空的邪魔 仿佛下脚子般摔落 它们庞大的身躯 被燃烧缩水 止于焦炭 由是如此 焦炭也堆得如同小山 而最近的边界距离城池 同样是十里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小伙子呆呆看着眼前这一幕 似乎还陷在幻觉当中 火焰很快平息 藏莽大地一片焦黑 无法计数的邪魔禁服灰烬 城外十里 就像是一条生死之线 过者生 不过者死 之前的密密麻麻 如今的空空荡荡 强烈的视觉反差 让每个人都倒吸了口凉起 暴真的精神 从城池各处收回 再也顾不得其他 惊骇看向战场 一刀便灭掉了 这处缝隙的魔潮 这简直前无古人 恐怕也会后无来者 空旷的大地之上 目前只与两道身影 一是孟奇 一是肉山魔将 琴声再变 发出鸣鸣之声 像是金铁骄鸣 而两道声音之间 有少许停顿 正 孟奇踏出右脚 身影出现在十几里开外 肉山魔将回神 发出震天怒吼 双手抬起 所有花纹接连亮起 半空出现了一条 纯粹由黑色魔燕组成的火焰 头角清晰 张牙裂口 恐怖又猙獰 一条条魔燕黑龙凝聚 一共九条 它们盘旋飞上半空 手尾相接 扭成了一条怪物般的硕大巨龙 将周围烧得晃晃荡荡 模模糊糊 让附近变得漆黑 然后飞机孟奇 九龙魔燕 暴针清晰口气 上次交手 自己便在这道邪术之下 狠狠吃了亏 它满是阴毒 一旦沾身 便会透过真元与法香 渗入身躯 燃烧内脏 即使侥幸压制熄灭 也会沾染火毒 难以排解 每逢子五二十 总有万针刺神之痛 九条魔燕黑龙落下 孟奇的眼睛依旧直视前方 右手长刀斜锤 左手随意附后 脚步迈开 轰隆 魔龙击中了它 黑焰水波斑往下 仿佛瀑布天降 真 琴声响起 孟奇又闪现出十几里 青山荡着阴晕 裸露在外的皮肤流转淡精 如神似佛 安然无恙 之前的九龙魔燕 似乎只能算是挠痒痒 这 暴针已是哑口无言 目光之中尽是震动 肉山魔将灰白眼睛喷火 暴力更甚 双手猛地往中央合拢 然后缓缓拉开 一道黑色的闪电凭空出现 霹里啪啦之声 虚幻又恐怖 它被拉伸到持续长后 呼地窜出 以电闪雷鸣的速度 击向孟奇 毁形灭真雷 暴针又想到了上次魔潮 肉山魔将用它 击穿了城池大阵防御 差点将平乐城攻破 黑色闪电速度极快 瞬息之间 便到了孟奇面前 孟奇微微侧身 肩膀前送 主动凝了过去 碰 黑色闪电四分五裂 孟奇肩膀处 因晕与弹惊生疼 将分散得细细电光吞没 真 琴声在想 孟奇继续缩地成寸 右手斜拖的长刀 稳如山岳 不动分毫 没有反击的迹象 肉山魔将大怒 将手一招 一朵乌云飘出 笼罩在孟奇上空 闪电一道 接一道披下 与此同时 魔艳黑龙 血色幽影 污秽黑气等接踵而来 真 孟奇撞破重重数法 踏入了肉山魔将百里以内 也就是说 进入了对方的宗师领域 而身上 只有少许白痕黑剂 无任何受伤迹象 肉山魔将健壮 猛地剁胶 大地摇晃 一道道黑气生腾而出 既虚幻 又凝食 既像是藤蔓 又仿佛毒蛇 从四面八方缠向孟奇 而阴气森森 污秽严重 有效抵消和削弱着其他效果 这是他的领域能力 九阴鬼藤囊 即限制 削弱与风镜为一体 对方都进入了领域范围 自然是火力全开的时候 正 琴声杀伐 剑断有序 孟奇洒然脉步 肌肉骨胀 一下就将道道黑气 硬生生扯断 而长刀依旧协脱 肉山魔将胸利地目光里 终于流露出几分距异 这敌人根本打不动 而且 领域是相互的 自己的领域范围 也是他的领域范围 同样是出刀的范围 可孟奇没有出刀 还是在琴声硬核下 一步步逼近着肉山魔将 一步步预告着死亡的来临 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好 肉山魔将终于承受不住 发出惊天叫声 鼓起的肉山猛的收缩 与掌中凝聚出一轮黑色光芒 它频频漂浮 如同没有厚度的圆盘 边界极薄 仿佛能切割任何事物 肉山魔将很吃力地把它抛出 瞬间闪现到了孟奇面前 暴真虽然未曾见过肉山魔 将使用这个道法 但光是远远看到 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游在九龙魔艳 与毁形灭真雷之上 这轮黑色光芒展来 孟奇终于有所动作 抬起了左手 洁白如玉 屈指一弹 正中光芒边缘 扑的一声 这轮黑色光芒四分五裂 落在地上 钻入了地底 切割出一道道缝隙 深不见底 孟奇用拇指搓了搓中指 他犯着几分红意 像是雪障 目光还是看着肉山魔将 微微笑道 不错 能让眸感到一点疼痛了 真 琴声维持着刚才的节奏 有种机械的美感 孟奇再次迈步 又逼近了十几里 肉山魔将动了 他转过了身体 双脚似与大地相连 仕途远顿 眼睛里尽是惊恐 这他娘是哪里冒出的怪物 法身一下 简直比九幽 以肉身坚硬著称的 更金流魔还变态 争争争 琴声呼得加快 孟奇步伐也随之变快 灵宝火刀脱于身后 三步仿佛同时跨出 一下就到了肉山魔将身后 雾土之光冒出 即将笼罩肉山魔将 当 琴声再变 银瓶炸破 水浆蹦出 沙伐冲销 孟奇托于身后的城隍长刀 猛地往前斩出 由下往上 虚空似有凝固 肉山魔将撞到了无形墙壁 被生生弹毁 刺了 灵宝火刀斩中了肉山魔将背部 一道赤红火线凸显 烧融了护身黑气光 烧破了灰白肌肉 长刀切入了庞大的身体 由下往上 肉山魔将背后出现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可以透过它 看见远处还未收割完的梁道 金黄火焰四掠将内中一切尽数点燃 滋滋之声不断 如有油之一出 肉山魔将艰难转头 看向身后 看向将自己剖成了两片的伤口 神兵 他目光凝固着恐惧 恍然和不甘 缓缓倒地 扑通一声 大地剧烈震荡了一下 城墙之上 包括城主抱针在内 所有的外景强者 与开窍高手都陷入了静默 曾经四掠此地 杀人无算 带来噩梦与绝望的肉山魔将 就这样被一步步走近 轻轻松松一刀劈死 小伙子和李信首领等人 看不到具体战况 但目睹了那小山般的身影栽倒 感受到了起伏的大地 脑袋一片空白 秦霜连常常松了口气 前辈果然强横一时 都没用全力 肉山魔将就倒下了 秦霜华神情变化 有震动有茫然 也有淡淡的悲伤 远处山岭之上 戴着紫薇新主面具的男子 毅力悬崖边 目睹了这一战 他呼地转身 沉声道 走吧 不要去招惹他 那口城隍火刀太醒目 让人不难猜测对方的身份 而且 苏梦既然用了此刀 肯定也不怕身份暴露了 当今之事 有实力为难他的轮回者 已屈指可数 所以 看完这一战 紫薇新主选择了退避三社 只完成自身任务 戴着西王母面具的女子 回头看了一眼梦琪 目光藏着浓烈的恨意 然后跟着紫薇新主等人 离开了此地 梦琪回过头 虚空摇晃 胡德就出现在将紫薇等人身边 对秦双连和秦双华道 本地魔潮结束了 带我们去最近的九幽缝隙 魔潮结束过很多次 而九幽缝隙 尤存 说明不是那么好关闭的 说不定就有法身级的邪魔手在对面 本地魔潮结束了 秦双连姐妹郑郑出神 喃喃自语 这么快结束了 他们眼角忽有泪水滑落 有种痛哭 告慰先辈的冲动 第379章 第一条缝隙 晨光萌 天边云朵染上了绚烂的色彩 或赤红或橘黄 一轮大日 彻底跃出了天与地的交界处 将光彩挥洒满旷野 照到城头城内每一个人身上 与刚才昏暗又恐怖的场景截然不同 让一颗颗心灵 仿佛迎来了新生 虽然震撼于本地魔潮消弥的迅速 亚裔于肉山魔疆的不堪一击 惊叹于青山男子的强横似神 但噩梦的苏醒 地狱的破碎 日以继夜折磨的并未到来 恨不得欢呼几声 第一波魔潮结束了 不知是谁 突然大喊了一声 便传四眼 于是 一声声呐喊迸发 压抑和沉重得以释放 让城内正有条不稳巡逻的队伍 安安愤愤待在家中的普通人 面面相去 莫名其妙 才半战查不到 本地魔潮就结束了 就在这时 某位开窍高手 呼得到吸口凉气 左手抬起 颤颤巍巍指着外面 惊呼道 就是四弟 是就是四弟 出手的是 圆皇庙无上帝 他附近有人信仰邪教 赢回了救世四弟的相谈 所以识得 虽然看不清楚面貌 但除掉情家姐妹 人数吻合 打扮吻合 救世的行动也吻合 真 真的有神灵 真有神灵降临就是 城头不知多少人 直接或间接地知道 救世四弟这个教派 如今听到这番低语 皆是震惊心颤 过往嗣之以鼻的邪教 竟然是侍奉真神的圣教 这天地间 真的有救世的神灵 人族的努力 比不过神灵偶尔的眷顾 秦双华抹了抹眼睛 是掉了泪水 看着孟齐的目光 很是复杂 难道人族一代又一代的牺牲 心火相传的庄严 靠着自身撑到现在的坚韧 毫无意义 难道自己的爹娘 自己的师父 秦家九口 宗门上下 慷慨赴死的壮烈 比不过之前从未现身的神灵 孟齐猿心硬暗转 呼地回头看向远方山岭 微微皱眉 察觉到莫名的恶意 有人竟然对自己恨之入骨 可惜 距离太远 对方也已经撤走 追之不上了 他转过头 看了看秦双华 又看了看城墙上表情 各异的强者高手们 忽然正色 朗声道 谋乃元皇 前修于市井的人族 与三位同伴共论武道 日夜琢磨 时长磨砺 方有今日之成就 但不幸被萧小抹黑 传为神灵 我等非天生强大 亦有弱小之时 若非一位为先被毕露蓝履 披荆斩棘 不计生死 守护住人族的希望 人族的火种 让众多城池得以保全 我等早已死于魔巢之中 哪会有今日的反扑 我们很强大 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一代又一代 为人族延续 而慷慨赴死的先烈们的肩上 一日 若是能消灭魔巢 封印九幽缝隙 是每一位英灵 与拼死抵抗的各位 共同的努力 城池一片静默 秦双华睁着眼角挑起的双目 看着梦奇 一层朦胧的雾气迅速弥漫 笼罩住漆黑的眸子 这时 城头不知谁突然震臂高呼 人族万岁 人族万岁 声音如浪潮 滚滚荡开 有热泪也有激昂 梦奇转过身 面朝邪魔涌出的地方 冷峻又慷慨道 走 封印九幽缝隙 是 袁皇大人 秦双华眨了眨眼睛 嗡隆着声音道 几滴泪珠在睫毛上缓缓垂落 与此同时 梦奇悄然传声赵横 老五 快把肉山魔浆的尸骸收起来 这是分化传音 内部沟通 都能听到 江纸威名嘴一笑 似乎很了解梦奇的心理 阮玉书则淡淡忘了往天边朝日 赵横疑惑道 你自己为什么不顺手就收了 梦奇略显地一道 我乃袁皇 人族共亲 岂能做此小气巴拉的事情 袁 初始 开端 最初的最初 配上皇者的称号 简直完美 堪比袁始天魔 袁皇 袁侯的皇者吗 阮玉书忽然清冷插了一句 袁皇 袁皇 梦奇嘴巴微张 表情呆滞 如遭雷劈 换外号 我要换外号 可刚才已经声传全程 通明报信 来不及更改了 还想表扬一句 小吃货 刚刚配背景音乐 配得很好 梦奇冷峻着脸庞 淡淡道 出发 说完 他逃一般飞向了天边 江纸威等人随后 赵横找机会 收了肉山魔将的残破尸骸 就是这里 秦双连卷着妹妹 指着下方山领道 那是连绵起伏的山脉 某座峰岭深处 有一个仿佛巨兽嘴巴般的洞穴 内里蜿蜒往下 不知有多深 淡淡的黑雾从中飘出 附近草木凋敝 万灵死寂 曾经有几位宗师 在魔朝消退后进入 试图封印缝隙 但不知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最后只得两位逃脱 而且比正常早三十年做话 前辈 你们要小心 秦双连忌惮地看着洞穴 里面不知藏了多少危险事物 又不知多少诡异环境 孟琪 已从恼羞成怒中恢复 进入了战斗状态 心如古井 不起波浪 沉吟了一下 对江芷威等人道 我先将九幽缝隙 批出来 批出来 旁听的秦双华 茫然不解 孟琪一边观察着 天地间道运的流转 气机地生发 一边随口道 通往九幽缝隙的洞穴 邪魔不知经营了多久 虽然我们不惧怕 但也没必要麻烦 话音刚落 他仰起了手中城黄火刀 周身翘穴一一亮起 仿佛满天繁星 尽数打开 然后归于诛天 素于原始 长刀劈落 神兵催发 如同一道火线 无声无息斩到了山岭之上 山岭凸显出一道赤红如火的裂缝 迅速往下 切面平整 光滑如同镜子 呈现融融后的琉璃画 而裂缝中间很大一 结消失无踪 只有白雾弥漫 直搭 缝隙飞快蔓延 这座山岭向着两侧分开 极致洞穴 不断有爆炸声响起 有黑雾升腾消失 有一声声凄厉哀嚎 城黄刀光消失 山岭已然分成两座 裂缝深处直搭地底 能看见翻滚的岩浆长河 而赤红火江上方 虚空像是破碎了的衣服 被缝上了蜈蚣般的歪斜痕迹 一道扭曲的漆黑缝隙 盘踞于此 缝隙长有十丈 宽足三丈 如同一张巨口 内里有黑色污秽的山川河流 有漆黑大日 有幽绿星辰 也有一条不知多长的龙形生物盘踞 它拥有真龙一切的特征 但通体漆黑 鳞片布满鞋一花纹 一双暗金色巨眼 正冷酷看着这面 恐怖的龙威一出 让秦双连都出现了重重幻觉 仿佛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多 深入心灵 隐含禅音 秦双连和秦双华猛然惊醒 回到了现实 仅仅是隔着两届缝隙透出的微弱气息 就有如此威能 这条魔龙 怕是第先级的存在 将纸威判断道 孟七点了点头 露出一丝笑容 让秦双连等人顿觉心境 还好他出不来 即使能隔着缝隙出手 到了这届的威力 也在法山以下了 他顿了顿 传音道 纸威 玉叔 老五 你们配合牵制住他 我来关闭缝隙 隔着两届屏障交手 又在自己主场 孟七不惧这条魔龙 但肯定无法分心关闭缝隙 所以牵扯的事情交给同伴 将纸威早就跃跃欲试 双眼明亮 整个人像是蒙上了一层光辉 转头传音软玉叔 玉叔妹妹 等下用中阵三界辅助我 赵恒 你防备意外 听到这个吩咐 孟七皱了皱眉 你要用见念三 将纸威轻笑道 晋升之后 法香 元神与肉体引有贯通 使用这一招的反式 能被分开承担了 而且 我也不是用原来的见念三 是这么多年体悟 和融会贯通后的 僵世见念三 为了他 我专程守在玄天宗门口半年 只要有宗师外出 立刻上去请教切磋 体会天地的光阴之道 守了玄天宗半年 孟七忍俊不惊 这还真是江纸威的作风 由此一说 他不再担心 看着江纸威飞往缝隙附近 看着阮玉叔 双手按在琴弦上 已然将七凤琴催发 照横手提长剑 环顾四周 秦双脸与秦双华呼吸平住 摇摇看着这一幕 真能封印掉九幽缝隙 看见江纸威这蝼蚁飞进 庞大的魔龙张开嘴巴 发出怒吼 声波近乎实质 震荡着缝隙 江纸威右手搭在了剑柄之上 缓缓抽出 肉身变得虚幻 元神与法相交叠 化作了一尊太上剑君之像 有情无情 太上同仁之像 当 情如忠明 震荡三界 秦双脸与秦双华 只觉眼前一切仿佛凝固 缝隙和魔龙像是 琥珀内的小虫子 常见抽离 刺向魔龙 天地乎地失去了颜色 止于黑白 止于凝固 安静地让人心悸 魔龙透出的声波 缓慢地像是垂死老头的步伐 即使只是远远看着 未受影响 秦氏姐妹也忍不住头貌虚憾 思维变得迟钝 安静美如画 梦奇感觉到了 魔龙透出力量的迟缓 右手长刀抬起 左脚凭空迈出 就是现在 秦双华心有所感 转头望向了他 只见元皇身躯一寸寸膨胀 很快变化作十几丈高的巨人 磅礴的气息让人窒息 想要晕厥 城皇的长刀刀尖 有漆黑的漩涡凸显 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似乎这是能毁天灭地的事物 这 秦双华镇住了 现在的元皇 五倍十倍于斩杀肉山魔僵士的气势 有称天立地之感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刚才的实力 已经让人叹为观止 而现在只能无言 只能有盲目的星星 秦双华脑海呼地闪过了父亲的身影 闪过了他毅力成头的背影 闪过了师父 师祖离开平乐城 慷慨赴死 风潇潇溪溢溢水寒的背影 闪过了一张张回忆里鲜活无比的面孔 爹爹 娘亲 师父 师祖 小弟 四妹 你们看到了吗 这里的九幽缝隙即将关闭 轰隆 漆黑膨胀 缝隙仿佛蜘蛛网般蔓延 然后猛地收缩 声音 光线 波动和气息 全都消失了 无声无感了许久 秦双华看见方圆几百里 化作了深坑 岩浆长河消失 九幽缝隙也消失了 只欲魔龙的怒吼 回荡在附近 渐渐消散 他和秦双华脸庞上 同时有株类滑落 慧城长河 彻底的痛哭失声 爹爹 娘亲 师父 师祖 小弟 四妹 你们看到了吗 这里的九幽缝隙关闭了 你们没有白死 孟齐收刀归翘 与江芷威等人 屹立于旁 等待秦氏姐妹 酣畅淋漓的痛哭 少请 秦双连吸了吸鼻子 哽咽道 多谢前辈 如今天地间 七条九幽缝隙已除其一 但平乐城附近这条最弱 别的地方都要强过他 现在 最近的九幽缝隙在哪里 孟齐问道 常宁城管辖范围内 秦双华插嘴道 孟齐微微汗手 那我们去常宁城 第380章 仇恨比不过利益 常宁城 蓄日东升 照透了宝物 带来了光明 此时 城墙上有外景强者们 领着开窍好手各手一处 进法办起 城门大开 迎接着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马队 里面在满了农夫和粮道 虽然气氛压抑紧迫 但并无魔朝涌来的迹象 咦 怎么会 魔朝不该是同时发生的吗 秦双华远远看着 语气异常疑惑 见孟齐等人不解 秦双连赶紧解释道 历次魔朝 都是所有缝隙 同时涌出邪魔大军 从无例外 而今常宁城看起来 并没有发现魔朝的征兆 只是因为得到了消息 知晓别处已经发生 才召回在外耕作的农夫 和保护队伍 事有反常必为妖 孟齐皱了皱眉 不过这样也好 省去了先除魔朝的功夫 可以直接去缝隙处封印 只是千万要小心 恐有诡异之处 由于怕魔朝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孟齐与姜芷威等人 选择先救常宁城 可这里安宁有序 不像大劫来临的样子 秦氏姐妹不再多言 随着孟齐等人 前往这片地狱的缝隙 但心怀疑虑 再三回头打亮常宁城 常宁城中 其正言一席青山 五官普通 气质平常 除了看起来较为沉默寡言 并无任何一余常人处 黑甲魔将已经变化了打扮 身材高大 肌肉球节 几乎称列了净装 他目前国字脸 扫帚眉 不怒自威 若是行在野外 有伤对遇上 肯定那头便败 直呼山带往手下留情 陛下 为何不直接立个武馆 有教无类 广传宝典 如今魔朝将至 相信没人来管 黑甲魔将只要一说话 谄媚猥琐的气质 就将本身的威严 冲得干干净净 但他不用传音 不封锁附近 却只有齐正言 能够听到的小手段 足以证明当前的实力 和过往的积累 齐正言行于街头 左顾右盼 没什么情绪道 先前之语 是我观察总结得出 但是不是完全 切合这方世界 还很难说 形式做人不能浮于表面 得深入下去 踏踏实实去做 不接触这里的中下层人士 不弄清楚 他们的问题和困境 很容易南辕北辙 或虚假空乏 只有经过认认真真 深入踏实的接触和调查 才能对症下药 相应改变形式的步骤 或缓或猛 心中有数 道德有言 变化之道 才是恒常不变的大道 不懂得依据实际情况 和里面本质 来灵活应对者 就像是臣府的僵尸 黑甲魔将 赶紧掏出小本本 用手指 直接书写末字 口中连连道 陛下所言即逝 那种迂腐死板的家伙 有的时候 比我们邪魔更加害人 这时 齐正言看到路边 有个卖菜老头 正直直看着一位 身穿紧袍 气宇轩昂的男子 目光复杂 多有自卑 于是心中一动 走了过去 没什么形象地蹲在对面 假意挑着菜叶 随口问道 老丈 你认识刚才过去的那位高手 他说话清和 蕴含着强烈的感染力 老头退去戒备 巴搭了一下 满是干裂痕迹的嘴唇 三十多年前 常宁宗收徒 我和他同时参加 见过几面 那时候 嘿 他心性不定 不肯刻苦 远不如我努力和勤奋 当然也不是我的对手 而如今 一个现一怒马 外表也就三十出头 另外一个街边求生 容颜苍老 仿佛古希 他入了常宁宗 而你没入 齐正言直接问道 老头目光变得暗淡 视线看向菜叶 滴滴道 常宁宗当时只收一百名弟子 其中四十给了 与他们宗门有各种关系的人 剩下六十 先挑天赋不错者 他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最后 留给我们这些人的名额 不过二十七个 我 我刚好只排到二十八 后来 我继续修炼书方买到的秘籍 又参加了好多次挑选 但随着年纪变大 距离常宁宗越来越远 只能另谋生路 哎 如今年老体衰 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你恨常宁宗吗 恨仗着和宗门有各种关系 就直接入门的人吗 恨那些天赋不错 但不如你勤奋刻苦的人吗 恨当时只有二十七个名额吗 其正言语气波澜不惊 目光柔和 老头正了正 茫然道 哼 为什么要恨 人家有清常在常宁宗 是先人努力的鱼鹰 天经地义 我有什么好恨的 作为宗门 肯定想招天赋不错的弟子 将来才能走得更远 成长得更快 这是老天爷的垂青 生来就有 羡慕不来 为什么要恨 常宁宗只收一百弟子 是早就说好的 我也很清楚 虽然 虽然一直很遗憾 很痛苦 但总不能说 让老天爷提前把一百名额 改成一百零一个名额吧 当时排在我前面的那 二十七个人 都很努力 都很勤奋 不比我差 他们能够进入常宁宗 没什么好恨的 可你一以贯之地努力 勤奋 为什么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齐正言再次问道 老头目光呆滞 忽得用手按住脑袋 是我 是我自己还不够用心和努力 没有胜过那二十七个人 是我自己太没天赋 到了快五十岁才开窍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不 你能够在那么多人里 排在二十八位 能够修炼一般的武功到开窍 足见你的刻苦和用心 你没有错 齐正言摇头道 他们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可我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的地步 老头捂着脑袋 异常痛苦 都没有错 到底是谁的错 齐正言缓缓起身 目光怜悯地看着他 常宁城某个院子内 紫薇新主看了看身前的西 西王母和北斗新郡 沉声道 魔主传人欲借助魔巢 掀起变革 近日必有动作 我们先分头寻找蛛丝马迹 从而确定他的行踪 但切记不要盲目动手 他自己或者身边 肯定有实力强横者 三位神话成员 都是沉默 硬了一声 很快便分头行事 大河滔滔 水色漆黑 这里是常宁九幽 缝隙所在 此时 河水打着漩涡 疯狂旋转 核心处直接露出了河床 那里原本该有一条 争宁如巨大蜂蜂的缝隙 但现在却耸立着一座山峰 通体漆黑 像是尖塔 四周光滑 仿佛无法攀爬 一见着山峰 秦氏姐妹同时发出轻疑之声 什么时候常宁缝隙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而孟奇却眯起了眼睛 这山峰是如此熟悉 感觉是那样的相似 曾经在魔君秘境里见过的山峰 各种可能叠加的山峰 有着几任魔皇找传人死前印记的山峰 目前在主世界已经神秘消失的山峰 他竟然来到了这方天地 江芷薇曾经听师傅描述过 大概认得 转头与孟奇对视 看到了他眼中的疑惑和忧虑 突然 高空大日绽放出刺眼的光芒 像是直接降临到了附近 此的秦氏姐妹和阮玉书 赵横都睁不开眼睛 一片白芒 孟奇右手握住刀柄 缓缓转身 看向远处 出来吧 没有动手 而是这样宣告自身的来临 必有所图 白芒分开 踏出一道人影 鼓捉轩昂 是戴着太阳神军面具的锡 江芷薇右手五指搭在剑柄上 与孟奇成脊脚之势 看着锡停在不远处 你来报仇吗 孟奇不动声色道 自己可是破坏了他 完美的转世计划 戏戴着面具 声音沉闷 仇恨比不过利益 因为仇恨已经过去 再怎么报复 也于事无补 而利益在将来 有望获得 说重点 孟奇身躯似放松非放松 这位目前近乎大能转世 见识经验都远超自己 武道也是相当的超凡 不能等闲失之 西语气不变道 你上次用了阴阳印 之前禁锢肉山魔将逃走的 恐怕是虚空印 不是仙迹的原始天尊 便是得了原始天尊传承的有缘者 我只想问一句 无极印在哪里 在你手中 还是在别处 作为回报 我可以回答你等价的问题 我勉强激发太阳神针 隔绝了这里 不会被目前虚弱的六道知晓 虚弱的六道 虚弱 孟奇和江芷威 同时缩了缩眼睛 中文字幕组织 中文字幕组织